第1147张熊孩子 二 小孩子都很惊的 李桂花出去以后 她又哭了十多分钟 然后发现田勺就在那看书 看都不看她一眼 她就没再哭 而是偷偷地爬起来了 田勺见她不哭 指着旁边的墙说 去那里站住 站到我满意才可以出去 不站 田勺也没生气 说 不站 今天你就在这儿睡 之前虽听说牛牛脾气大 喜欢打滚耍赖皮 但她在家的时间太短 也就没管 现在暑假都要在这儿 一定要腾出点时间来管了 牛牛姓田 若这孩子没教好 长歪了 以后闯出货来 还得她或者六丫擦屁股 至于说不管 除非是连田大林 跟李桂花都不管了 不然无法袖手旁观 牛牛仰着头大声喊道 我不在这儿睡 我要跟爷爷奶奶一起睡 田勺不跟她说话 拿起书继续看牛牛见状 自己去开门 见门打不开 就大力地拍着门 然后喊着我要出去 我要出去 喊了十多分钟 没人搭理 她忍不住嚎啕大哭起来 可惜田勺铁士心肠 没过去哄她 由住她哭 田勺没听到哭声 转头一看 坐在地上 靠着门睡住了 她叹了一口气 这熊孩子脾气大 还绝 幸好年岁还掰得过来 三鸭几个人 都在外面等住 看田勺抱住牛牛 赶紧走过来 问五鸭问 姐 孩子怎么了 哭得睡过去了 五鸭这才松了一口气 她说 姐 牛牛这孩子 被爹娘宠坏了 在幼儿园时 经常欺负别的小朋友 去供销社或小卖部 看到喜欢的东西 不买就在地上 打滚撒泼姐 趁着这两个月 得将她身上的坏毛病 纠正过来 田勺笑着道 只要你们都配合 一定能将她这坏毛病 纠正过来 就怕你们心软 看到她哭或挨饿 就舍不得三鸭率先表态 大姐 事关牛牛一辈子 我们一定不会心软 若是八根娘舍不得 我跟四妹五妹 也会阻止的 第二天早上 牛牛看到早餐 是花卷配小米粥 大声叫嚷住 她不吃这些东西 要吃肉 李桂花一看她闹 立刻表示 去给她买肉包子 不过被田勺拦住了 田勺说 娘 她现在要吃肉 你就给她肉包子 以后要天上的月亮 你也能飞天给她摘 说完这话 她看向牛牛说道 早上就 只有这些 不吃就饿着 牛牛就坐在那儿不吃 李桂花哄着 也不懂筷子 然后等大家都吃完 田勺就让四鸭跟五鸭收拾了 吃的也都收到厨房里去了 三鸭与李桂花说 娘 你跟李姐一起去菜市场买菜吧 爹 你等会跟胡爷爷去公园 打太极玩吧 让两人留在家里 等会看牛牛哭 又骚心骚肺的 可能一个没忍住药管 只有将它们都支出去 牛牛见不到靠山 也就老实了 家里人多 买的菜自然也多 李桂花买一次菜 心疼一次 出门就与李春说道 在家里蔬菜都吃不完 这儿却死贵死贵的 李春文言解释 婶子 我们这次不去菜市场买菜 咱去郊外那里的蔬菜 比这儿便宜了近三分之一 鸡鸭等荤菜也便宜很多 真的 李春笑着说 当然是真的 我骗你做什么 总编没去港城 我们都是坐公车 去郊外买菜的 每个月能省不少钱 像武刚他们这些 大男人胃口大吃得多 不仅菜 就是粮食也消耗得多 大男人不会精打细算 自李春跟高友良 结婚以后 这些采购的事 就被他包办了 武刚他们每个月的伙食费 下降了很多 但饭菜却更可口了 去乡下回 搭公车就得三个小时 所以两人买了东西回来 已经十一点多了 不过这时候 饭已经煮好了 中午的菜色 也都准备了大半 李春也忙得开 牛牛看到李桂花 扑过去抱住她 就哭着喊饿 李桂花将她抱起来 问了正在厨房 忙活的三鸭 牛牛怎么喊饿 你们没给她吃东西吗 三鸭说 没有 大子说不吃饭就饿住 饿几次 就不敢再挑三拣四的 李桂花要三鸭弄点吃的 被拒绝后 想进屋拿饼钱给牛牛吃 三鸭拦不住 只能将田巢叫出来 田巢神色平静地说 娘 一顿不吃饿不死 可你若一味地纵容她 以后谁都管不住 她长大以后杀人放火 你在后悔就晚了 李桂花觉得 她威严耸听 只是想着田巢昨日的话 也不敢捏了她的意 她哄着牛牛说 牛牛乖 你忍一忍 等会就吃午饭了 牛牛 当然不愿意了 文言就在地上打滚 一边滚一边喊住她要吃饭 还哭着喊爹喊娘 我要回家 我要回家 田巢可不惯着她 去屋里拿了戒指 抽了她一顿 将她打得哭鬼狼嚎的 三鸭怕李桂花心软 赶紧让四鸭跟五鸭 将她拉去儿院 哇 哇 哇 这穿透力十足的哭声 让田巢差点去找棉花塞耳朵 最后还是牛牛求饶 说自己再不敢了 她才停手 不过这事并没就此结束 田巢指住走廊的墙角说道 不许再哭 去那儿站住 不然的话 我将你的屁股打烂 小孩子都有眼色 知道田巢是真 会下死手后 委委屈屈地指了哭 然后走到墙角站住 站了半个多小时开饭了 田巢这才将她叫过来问道 以后还挑食吗 牛牛赶紧赶紧摇头 表示再不挑食了 去洗脸洗手 见李桂花起身 不过被田巢叫住了 死呀 你打好水给她 让她自己洗手洗脸 然后再去换身衣上 都五岁的孩子了 洗手洗脸都不会 手难道是摆设吗 李桂花一听就到 我去吧 田巢冷着脸道 不用你去 让丝鸭带了去 李桂花不敢再置身了 等牛牛换了一身衣服过来后 田巢板住脸说道 男子汉大丈夫 要说到做到 若是做不到 就跟今天一样 先打你一顿 再饿着肚子 罚站牛牛 唯唯曲曲地说 知道了大义 吃饭的时候 田巢给牛牛挽加了蔬菜 牛牛不喜欢吃蔬菜 在家看到蔬菜都丢掉 只是这会田巢盯住 他先看向田大林 根李桂花 见两人都不吭声 就低着头 委屈将吃了起来 田巢看他跟小仓鼠一样 小口地嚼着菜 再配上可怜巴巴的样子 眼中闪现过一抹笑意 第1148章 六鸭流穴 田巢对牛牛动用了六次戒齿 罚他占了十次 这样的结果就是 牛牛一看到田巢 就跟老鼠见到猫 老实地不行 六鸭与田巢说 姐 点点已经去了少年宫学画画 牛牛天天跟住去公园 感觉挺浪费时间的 你有什么想法 六鸭说 我今日去少年宫打听了 下 那儿有英文班 武术班 守风琴还有名额 牛牛在家也是闲着 还不如让他去少年宫学点东西 一是可以学点东西 二可以多接触外面下外面的人 挺好的 田巢猜测应该是田大林的意思 只是不敢跟他说 就跟六鸭提 他说道 武术就算了 远景或者武刚 比少年宫的老师还要专业 英语跟守风琴道士可以学 不过孩子还太小 还没定型 就当宋去玩 不要定目标 见他不反对 六鸭暗松了一口气 田巢拍了下他的手 说道 你下个月就要去漂亮国了 家里的事就不用你费心了 安心准备留学的事 姐 我已经做好了准备 田巢笑着说 你也不用怕到了那边 若是有什么不习惯或想吃什么 跟我说 我到时候给你带六鸭又惊又喜 问道 姐 你的意思 你到时候会来漂亮国看我 田巢问了一声道 我过段时间要去漂亮国出差 到时候会去看你这事 你知道就好 不要跟爹娘还有你三姐他们说 他去漂亮国这事 知道的人很少 毕竟用的是化名 知道的人越少越安全 好 六鸭知道他做的事 有些要保密也没追问 他抱住田巢道 姐 不用带什么东西 只要你能来看我就行 田巢知道他特别炼价 这是 小时候的经验造成 很难改变 若是想家了 放假可以回来待几天 六鸭倒是想回来 但机票那么贵他可舍不得 田巢笑着说 你去了麻省 学业一定会很紧张 不过一年回来一次 应该没问题 不用担心路费 大子给你买 六女纠结了下说 大姐 这 事到时候再说 能忍则忍 实在忍不了就回来一趟 田巢却是摇头道 你若是要回来 不要搞突然袭击 给提前告知 这样我也能提前接了爹娘来 至于四鸭跟五鸭 这两年关键时刻不能耽搁的 好 第二天六鸭跟住去了少年宫 给点点跟牛牛两人报了英文班 不过两人上课的时间不一样 除此之外 牛牛还报了首风情 刚开始两天 牛牛兴致勃勃的 到第三天就哭着闹着说 不学了学语言跟乐器 其实都比较枯燥 必须耐得下心来 这么小的孩子 安静坐二十分钟都难 哪可能安静坐一小时 田大林急得汗都出来了 最后没办法 只能求助田勺 田勺拿了戒齿 到牛牛面前 说 你不去学可以 先打二十手心 中午饭跟晚餐不准吃 拿出手来 牛牛一听 立刻拉着田大林的 手 说 爷爷 咱们赶紧去 别迟到了 田大林怕他反悔 赶紧叫上李桂花 带了两孩子出去了 看住牛牛 跟点点小跑步出去 田勺笑着摇摇头 因为他对牛牛特别严厉 不止牛牛怕他 连点点也怕得不行哀 父母对孩子很不下心来 他只能当恶人了 半个月后 斯压与田勺说 大姐 点点英文学得不错 已经能跟我进行简单的对话了 牛牛就只会最简单的早安 其他一问三不知 我问了爹才知道 这臭小子上课很不认真 田勺笑着说 他还小没定性 现在主要是让他感受下这个氛围 等两年你考上大学 有时间了可以一对一交他 四只眼睛瞪得溜圆 为什么是我 不是妩媚 田勺笑音音的说 因为你是师范生 比较专业好了 我还要去画漫画 不跟你闲聊了 牛牛身上那些坏习惯 他会帮着纠正 养成好习惯 并且有惧怕的人 以后也不会走歪路 但学业方面就算了 他没那么多的时间跟精力 四鸭看住他的背影 摸着头进了屋 看到五鸭跟六鸭 他忍不住说 六妹 我觉得大子好像 不在乎点根牛牛上学的事 想想田勺当初 为了让他好好学习 不仅威逼利诱 嗨 联合六妹跟爹娘一起 现在跟他聊两孩子 学习的事 直接一句让他教就完事 六鸭说 大子每天都忙得脚步粘地 要再管两孩子的事 还不得累病 四姐 不管是点点根牛牛 还是爹娘以后 都别让大姐操心了 有事咱们来管 他是想将家里的事 都接过来 不再让田勺操心 但在改变主意 决定去留学后 这事就只能往后延了 五鸭点头说 六妹你说得很对 家里的事 咱们也要分担 不能都指着 大姐一个人 四鸭一正 因为有田勺 在前面撑着他 以前从没想过 这个问题不过很快 他就点头说道 那等我考上大学 我来辅导 点点根牛牛的功课 现在就算了 他会考大学 每天从早到晚的学 压根没功夫 去管两孩子 五鸭加了一句 不只要辅导点点根牛牛 等大姐以后有孩子了 你也得帮助辅导功课 四鸭一听就白手道 那还是算了 大姐学问比我 还好 我可不敢教她的孩子 教得不好 估计也拿戒指揍我了 五鸭跟六鸭两人 闻言乐得不行 转眼就到了 六鸭留学的日子 田大林跟李桂花 早早就起来烙鸡蛋饼 敖白米粥等田勺他们起来 两人已经在院子里 等了许久 吃饭的时候 李桂花忍不住 抹起了眼泪 田勺笑着说 娘 六妹能去留学是喜事 你哭什么 李 桂花在这里的那段时间 知道许多人 削尖脑袋想出国 有些为了出国 甚至砸锅卖铁 六鸭公费留学 那更非常难得的机会 只是想着 好几年见不到女儿 她又忍不住难受起来 第1149章 六鸭留学 二 六鸭原本还在纠结 放假要不要回来 现在看李桂花这般难受 瞬间做了决定 娘 你别难过了 等放假我就回来 李桂花 又惊又喜 问道 能回来吗 我听胡大爷说 宋教授的孙子 跟你一个学校的 去那六年 才回来一次 按照宋明杨原先的打算 他今年七月要回国的 只是他参与研究的专案 遇到瓶颈 到现在还没攻克 因为没在预期内完成 所以暂时回不来 六鸭笑着说 宋大哥跟我的专业不一样 他不能回来 我可以的 这么说以后能回来 过年了 田勺失效 说道 娘 春节是咱们国家的 传统节日 外国人不过年的漂亮 国那边只过圣诞 圣诞在十二月下旬 时候学校会放假的 看李桂花失望的神情 六鸭宽慰他说 娘 我会尽快完成学业 回来的 虽然一直在为李桂花 做思想工作 但在六鸭要上飞机 大家分别识 李桂花还是哭成了累人 受他影响 四鸭跟五鸭也都哭了 田勺很无奈 说 娘 你别再哭了 你这样让六鸭如何安心上飞机 李桂花擦了眼泪 拉着六鸭的手说道 道 那边要好好照顾自己 有什么事 就打电话回来告诉我们 别自己强撑着 好 田大林看他说个不停 打断他的话道 好了 这马上就到时间 让六鸭上飞机 孩子是去念书 又不是上战场打仗 等过几年就回来了 他也舍不得六鸭 但孩子是去奔前程 不但能拦着 还得支持 六鸭与李桂花说 娘 你不用担心我 我会照顾好自己的在 田勺的催促下 六鸭拿上包 进去安检了 捡完以后 他朝着众人挥了挥手 头也不回地走了进去 他怕再多停留 眼泪就会忍不住掉下来 回去的路上 李桂花奄奄的 四鸭 五鸭 你们以后不要去留学 田勺文言 猝猝眉头说道 娘 若是四鸭跟五鸭 以后有机会去 国外留学 那是好事 咱们得支持 出国留学 不仅可以学习 先进的知识与技术 还可以扩大人脉 开阔眼界 当然 前提是 他们能考上公费留学 自费留学就算了 李桂花说 这是什么 四鸭大学毕业 就二十二岁了 要出国留学四五年 那就得二十六七岁了 到时候好男人 都被挑光了 五鸭也一样 考上大学 等毕业 就到嫁人的年龄了 田勺不想让两个妹妹 受她的思想荼毒 她拉着脸说道 嫁人嫁人 女人生下来 又不是为了嫁人 生孩子的 李桂花不明白 她为何突然发脾气 但还是说道 自古以来 这女人 哪有不嫁人 不生孩子的 田勺美好气地说 那古代很多男人 都将女人 当成是生孩子的工具 难道你也觉得 自己是工具 李桂花都不知道 怎么反驳了 田勺与丝鸭跟五鸭说 你们以后要嫁 得嫁自己喜欢 且喜欢你们的 不要年纪到了 为了嫁人 而嫁人 那样一定不会过得幸福 丝鸭恩了 一声道 大姐 我以后要嫁 像大姐夫 这样的好男人了 若没有 那我宁愿不嫁 五鸭觉得这话 当着田勺的面说不好 偷偷地拉了下 她的衣服 田勺笑盈盈地问 若是你碰到个厨艺好 又喜欢你的男人 你也不嫁 四鸭 一听立刻改口了 若是她的厨艺 能有理解那么好 我肯定嫁的 就是怕碰不到这样的人 田勺哈哈大笑起来 在四鸭的心中 帅气 转一 家事这些 都比不过美食来得 有诱惑力 五鸭不由担心起来 四姐这么馋 以后不会被人 用几口吃的 就拐走了 李桂花跟田大林两人 见状很无奈 怎么就这么馋 两个星期后 田勺给田大林 跟李桂花他们 买回去的票 马上就要开学了 四鸭五鸭 跟点点都要上学 都回去 没想到这时候 田大林过来跟她说 她想带着牛牛留下来 田大林说 牛牛这两个来月 在少年宫学得不错 我想让她继续去少年宫 学英语 跟手风琴中考的时候 四鸭跟五鸭两人 英语都拿了高分 急着这个优势 四鸭才考上了中专 而五鸭也进高中 最好的班 也是如此 田大林 深知英文的重要性 所以她就想让牛牛 从小学起学好了 以后就比别人有优势 田勺皱着眉头问 这是你问过二鸭 跟锁住没有 我想先问过你 若是你同意 再跟二鸭 跟锁住说 田勺窝了一声后说道 爹 这是你本末倒置了 二鸭跟锁住 是孩子的父母 你应该先问过他们 他们同意后 再来问我不等田大林开口 田勺就到 不过你 问我 我肯定不同意的 我之前就说过 孩子太小不一分 父母分开 就算要来四九成念书 也得等他们小学毕业后 再说等到两孩子小学毕业后 愿意来四九成念书 也得等他们小学毕业后 再说等到两孩子小学毕业后 愿意来 四九成念书到时候安排 若是不愿意 也不勉强 他不喜欢打着为孩子好的名头 让孩子做他们不愿意做的事 当然 他也不愿单起两孩子学业的事 教导孩子 需要耗费庞大的精力 田大林说 我没想过让他在这儿念小学 就现在去上年工学 等小学开学回去念书 大压 永宁县老师的水准 比上年工的老师差得远了 就说 英语老师 教点跟牛牛的那位女老师 比高中的几个英语老师发音 还要标准 这个填勺相信 他说 你想 他们英语好并不难 跟我当初教四鸭跟五鸭 他们一样就行 平日在家放英文录音带 让姐弟两人跟注读 等到了暑假 带到这儿来 跟专业老师学顿了下 他又说 等四鸭考上大学后 寒假就让他来教点点跟牛牛 英文 书法这些都行 见他连四鸭都抬出来了 田大林知道留不下了 他点头说道 听你的 等四鸭考上大学 寒假就让四鸭教他们 第一千一百五十章买的 一 李桂花走之前 也与三鸭说了坐月子的事 你生孩子的时候 你婆婆会不会来照顾你 三鸭点头说道 郑青根 我说 倒是我婆婆会过来的娘 这事你不用操心了 我跟郑青会安排好的 她 做的饭菜 你吃的惯吗 三鸭笑着摇头 说道 大姐说 等我坐月子的三餐 都让李姐做 我婆婆到时 只需带孩子就好 李桂花觉得这样也行 她笑着说 我还跟你爹商量 若是你婆婆不来 到时候我就过来 伺候你坐月子 既然你婆婆会过来照顾你 那我就不来了 三鸭也没想过 让她来帮孩子 家里两孩子要照顾 拿脱的开身 将人送走以后 三鸭顿觉家里空荡荡的 她抹了下自己 隆起来的肚子 等孩子生下来 家里就不会再冷清了 八月底 三鸭将陶书惠送回来 大舅妈也跟住他们 一起来了四 九成 陶书惠将两间小间租给同事 本来想着大舅妈来了 她准备让两个女同事 另外租过房子 却不想两个女同事表示 还想继续租 就算炒点也没事 住在陶书惠这儿 不止独立的卫生间 晚上还可以洗热水澡 入去外头租房子 租不到这么性价比好的房子了 当然 还有一个主要原因 是三鸭在四 九成的时间很短 大舅妈姐捡惯了 见两个女老师愿意续租 就拍板决定 让他们继续住 反正租出去两间 还剩两间 够住 服装厂现在很忙 三鸭待了三天 就要回阳城了 因为陶书惠肚子越来越大 她放心不下 与田勺说道 表姐 我会赶在书惠预产期之前 回来不过 若是提前升了 到时候还请你帮着照料下 田勺摇头 说道 港城那边有事要我去处理 等我将手头的事 都安顿好后 要去过去 这次应该会待挺长的时间 三鸭觉得太不凑巧了 她说 白天我不怕 就怕在半夜发作 我要没赶回来 就我娘一个人 到时候去医院都难 请假的话 十来天还行 太长就不行了 公司最近从上到下都忙 若是离开太久 会耽搁事 田勺觉得这是很好解决 那我去港城时 车子留在这里 若是书惠提前在半夜发作 让大舅妈过来 叫丹德一开车 送她去医院 反正他们住的地方 还有两个女老师 到时候大舅妈来叫人 请两个女老师 帮忙照顾下书惠也不怕 三鸭听到这话 顿时放心了 田勺想了一下说 协和医院进口了一批新的机器 可以帮忙看胎儿的发育状况 以及位置 你让书惠周末去医院做个检查 这样心里也有数三亏之前 并不知道这件事 一听立刻说 也不用等星期日了 我明早就陪她去做检查 她是下午的火车 正好不耽误 一个星期后 田勺将手头上的事都处理好了 准备去港城走之前 她问了三鸭 你的那副牡丹富贵图装好 等会我要放行李箱里 这副牡丹富贵图刺绣 三鸭在上个月完成了田勺 看了这副刺绣 色彩艳丽 秀工精细 是一副佳品 等拿到绣品 田勺说道 三鸭 你现在还没什么名气 所以这副绣品卖不到高价 等以后名气提上来 大家都知道你手艺精湛 会上门求绣品 到时候可以开高价 三鸭不敢奢求自己成为名家 只希望卖的绣品能赚钱 然后将房子翻新了就好 过了两日 白初荣送了牛肉跟羊肉过来 三鸭看这么多的肉 忙说道 嫂子 我大姐去阳城了 短时间不会回来这些东西 你还是拿回去吧 白初荣有些无障碍 你大自去港城了 什么时候的事 三鸭想了下 确定刚才没说错话 这就表示谭家人知道他的事了 昨天走的 他没打电话告诉你吗 白初荣笑着说 我不是你大子的领导 他去哪里不需要跟我报备 他不再也没关系 你们家两个孕妇 得多吃点好的 他是后来知道 田少喜欢吃各种肉类 羊肉 牛肉跟海鲜 是最喜欢的 刚好老爷也喜欢牛肉 他碰到了 就会买很多各家分点 现在猪肉比较好买 但牛肉跟好的羊肉 确实得碰运气 三鸭也没客气了 收下东西后问道 嫂子 这些东西多少钱 白初荣笑着说 一共25块钱 不是他小气 而是田少说 一码归一码 必须给钱 能惦记他帮忙买 已经很感激 不能总是让白初荣掏腰包 白初荣收了钱 看住三鸭拢起来的肚子问道 你这预产期是什么时候 三鸭习惯性地摸了下肚子 在12月底 谁伺候你做月子 三鸭笑着说 等到快升 我婆婆到时候会过来 不过我姐说 我婆婆做的饭菜 我肯定吃不习惯 到时让李姐给我做月子餐月 子餐 顾名思义就是做月子吃的餐点了 白初荣够一滴问 那这月子餐主要吃的什么 三鸭摇头表示也不清楚 我大子说这次去港城 她会请营养师 烈士和月子吃的菜单 到时候李姐照菜单做就好 白初荣觉得田巢对三鸭好的让人羡慕 我娘侄媳妇也怀孕了 到时候能否将这月子菜单给我一份 三鸭笑着一口硬下 路上颠簸了四天 田巢终于到了别墅 她这次去港城主要是为买地的事 包华帽相中了几块地 觉得可以下手了 田巢不知道地价跌到多少才开始反弹 先过来看看 若地段好就不等抄底了 先拿下来 反正她知道地价一定会涨 最多就是少赚一点了 坐下来喝水的功夫 冯一与她说了赵小柔妹妹的事 赵小姐不在的这段时间 她妈跟妹妹四处找她 他们找小柔做什么 冯一说道 一定是要钱了她妈之前已经死心了 但赵小姐照顾秦晓曼 让她又重新看到了希望 秦晓曼则是想找赵小姐要钱 继续西田勺叹了一口气 这都什么事 冯一宽慰她说 老板别住急 赵小姐在去夏威夷之前 给了我一万块钱 我让人给他们两人交了一年的房租 然后以后 每个星期都会送了菜根里面去 一个好赌一个瘾君子 确实不能让他们碰钱这样做 保证他们不会饿肚子有助的地方 人之一尽了 第1151张买的 2 傍晚的时候包华猫过来了 一见到田勺就说快要饿死了 吃过饭再谈 田勺先叫了阿湘将饭菜端上来 然后问道 你最近在忙什么 累成这样 包华猫拧了下领带 脸上浮现出一股怒气 说道 有人 搞我 害得我一批货被扣在海关 这两天我在找人疏通关系 田勺有些疑惑 包华猫是个圆滑的人 不会轻易的人 她问道 你怎么得罪对方了 包华猫脸上闪过一抹不自然 说 前两个月跟朋友在夜总会喝酒 喝多了上头 跟隔壁包厢的几个人打了一架 对方家里有人在海关担任要职 未找回厂子就急急整我 若是平常她绝对不会因为几句不中听的话 就跟人起冲突 所以说喝酒无事啊 田勺却没那么好糊弄 觉得这里面一定有事 不过她没有追问 没有意义 那你找个有分量的做中间人 跟对方握手言和 包华猫摇头说 找了 对方由言不尽 我已经退让了一步 对方还不依不饶 我也不想在第三下四 好像怕她似的 当时错在双方 她都已经主动道歉 并且还送上厚礼 对方还不给面子 那她也不可能去求饶了 若还扣着她的祸不放 她也会反击的 田勺没有劝说 已和为贵在港城这地方 适当的展现财力跟人脉也很重要 不然让人以为你是软柿子 到时人人都会来踩一脚了 吃过饭 包华猫将带来的地图摊开在桌子上 指了四个地方说道 这四块地 十天以后拍卖田勺看了一眼包华猫 说道 我又不是你 是在港城长大的 你这么直 我也不知道在哪里明日你带我去看一下 这四个地方 要觉得好可以买下囤住地产公司主要是 囤住宅用地 但她还想买两块的盖办公大楼 以后收租金就好 包华猫报了下价格 然后说之前几次土地拍卖 都流拍了现在地产不景气 银行对这一块卡的比较严 这么大一笔钱不可能全款支付 肯定得贷款了 只是银行贷款诸多的限制 而且额度也没以前大了 田勺说先看地吧 先确定要买地 再说筹钱的事 若地都没看上 说这些也是浪费时间 地产公司田勺占大头 包华猫自然没二化 田勺拿出两幅绣品 一幅是洗劫良缘 一幅是三鸦绣的富贵牡丹图 拿出来 洗劫连礼是送给包母的 富贵牡丹图是送给包华猫的 包华猫拿到绣品惊讶不已 问道 送我跟我妈咪的 跟田勺认识这么多年 还是头次收到她的礼物 而且还是一次收到俩 特别是给她妈咪的洗劫良缘 一看就是精心准备的 田勺笑着说 这张富贵牡丹图是我妹绣的 我觉得你应该会喜欢 就拿了过来怎么样 喜欢不 包华猫自然喜欢了 我明日就 送去装表 然后挂在办公室内 田勺没去过包华猫的办公室 但看过照片 装修的富力堂皇这幅画 挂在办公室内 也不算突兀 包华猫将两幅画收起来 有些遗憾地说 我妈咪上个月在澳洲办了婚礼 本还想邀请你参加 可惜你没来 就算田勺在港城 她 也不会去参加婚礼的她 跟包母只见过一面并不熟 若是喜宴在港城 她会去喝喜酒 澳洲就算了 太远了 田勺说 怎么样 婚礼顺利吗 说这话 是她知道包华灿夫妻 反对包母再婚 包华冒笑着说 婚礼前跟我哥说 若是他们敢搅获了婚礼 我会让妈咪改了一组 将钱都留给我他们一听 也不敢再闹么儿子 顿了下 她又说 我舅舅也不乐意我妈咪改嫁 说这么大年岁改嫁 丢死人了这次我妈咪结婚 就没请他们当初包母离婚 她舅舅开始 不同意 觉得这么大年龄离婚丢脸 后来知道包母要离婚 能分到大笔的钱 又怂恿她离婚 好从包母手中抠钱 但没想到包母一离婚 就将分到的财产给了两儿子 她气疯了 后来包母去澳洲 也就没联络了 田勺点头道 不是真心祝福 也不稀罕他们来 包华帽也是这么想的 所以她妈咪这边的亲戚 只请了几个人婚礼一结束 她就请包母跟医生去欧洲度蜜月 费用她出母亲上半辈子 没过几日舒心日子 包华帽就希望她余生 能每日开开心心的 田勺开玩笑道 若是港城评选全城最孝子女 那你肯定能排上名 包华帽失笑 说 我可排不上在我爹地那儿 我可是十恶不赦的不孝子 她还放话了 说她的财产一分都不给我 若是想要她的财产 她当初大学毕业就直接进家里公司 而不是自己跑出去创业了 就算中间撞得头破血流 她都没后悔过这么拼 就是不想像大哥一样 被包华掌控一辈子 包华燦喜欢建筑业 大学想报建筑系 但包华不同意 让她填了工商管理专业 至于理由很简单 以后公司就得她继承 然后大学一毕业 就让她跟货美猪结婚 虽说在公司是总经理 什么事都要问过包华 事情没做好 还得被骂不向她 什么事都能自己做主 田韶笑着说 等咱们的地产公司起来 她就没脸再说这话了 包华帽听到这话 笑着说 不用等咱们的地产公司 跟投资公司起来 我现在名下资产比她多 包付以前资产有十多亿 但当初跟包姆离婚 分出去三分之一财产 这几年大环境又不好 她的资产已经严重缩水了 田韶笑着说 这叫什么 青出于蓝胜于蓝 还是将钱浪拍死在沙滩上 包华帽哈哈大笑 说道 多谢 夸奖 田韶看她气色不大好 说道 你赶紧回去休息 明早咱们去看看那几块地 包华帽确实累了 两人都这么熟了也没必要客气 她起身笑着说道 那咱们明天见 第1152章安保 第二天七点半 包华帽准时出现在田韶的别墅内 田韶笑着说 你怎么这么走 我都还没吃早餐 包华帽今天穿着一身休闲的衣服 笑着说道 我也没吃 今早陈主厨做了什么 陈兴水做了海鲜粥 马铃薯起司球 春卷以及煎蛋 另外还煮了海鲜面 这面主要是给远景跟武冈他们吃 北方的大汉还是比较喜欢吃面食 包华帽看了早餐 不满地说 陈主厨 种类有些少 这早餐怎么住 也得弄七八种类型 你这样 有些偷懒啊 田韶笑着解释 不怪 陈主厨 他是采购了食材过来做早餐的 我要跟你出去办事 不能等太久 就让他随便做几样 若是不赶时间 陈兴水早上都要做五六种东西 当然 也是田韶要求的 做太多也吃不完美的浪费 还不如每天五 六种 换着花样吃 也有食欲 随后 两人一边吃早餐一边聊天 先聊港城当下的经济跟政策 然后又延伸到了国际的局势 武冈吃了两碗海鲜面 吃完以后小声问 冯哥 老板跟包包老板在说什么 感觉一句都听不懂 冯一白了他一眼 说 咱们的职责是保护老板 这些听不懂也没强求你懂 说到这里 他看向一行人说道 去年港城有个大富豪被绑匪绑架了 这事应该都还记得吧 袁景脸色一下就变了 问道 冯哥 难道港城又有富豪被绑吗 这事 轰动全程 他想不再知道都难 冯一摇头说 那倒没有不过我查到 富豪夫妻是在上班的途中 突然看到路中间放着 道路施工的牌子 司机下车查看 然后冲出来一群手持刀 木仓的绑匪 将两人给绑走了 虽然两人最后都安然无恙 但这事 却给咱们敲响了警钟 若是咱们老板去办事 半路上碰到这种情况 咱们该怎么处理 武刚想也不想就到 敢绑咱老板 直接弹他压的 远景皱着眉头说道 对方有木仓 咱们不怕 可是万一伤着老板怎么办 武刚瞪着他问 你的意思咱们束手就擒 让他们将老板绑走 要这样 老板落入绑匪手中 岂不是更危险 远景不想跟他说话 只是看向冯一 冯一却没再继续说 而是让他们自己想 若是他们碰到这事 该怎么解决等田勺吃完饭 他就将自己的一些想法 告诉了田勺 田勺听到他说 要买防弹车 没有拒绝防弹车虽贵 但跟自身安全比起来 不算什么 看向包华帽 田勺开玩笑地问道 你要不要也买一辆 一起买的话 说不定还能拿个折扣 包华帽觉得 防弹车的意义不大 到时候绑匪 前后夹击 防弹车也是逃不过 我觉得买防弹车 还不如多买些武器 田勺觉得以防万一 防弹车跟武器 都要买他说 港城现在太不安全了 你若是手头紧 我可以先借给你 武器他不在港城的时候 可以寄给包华帽用 但车子不行 包华帽这么高调 他被绑匪盯上 几率可比自己要高多了 车子借给他 万一绑匪想绑架他 到时候搞错 要来绑自己就太糟心 包华帽笑着道 车子跟武器的钱 挤一挤 还是有的不过弱势可以 你不在港城的时候 希望能让冯毅保护我 去年那对富豪被绑以后 身为有钱人的包华帽 也开始担心 很快就加强了保全 但他心里清楚 田巢身边的这些保镖 随便拎出来一个 都比自己请的那些人强 而冯毅更是其中的翘楚 田巢看向冯毅 询问他的意见 冯毅这次很爽快地答应 我手头有许多事 不能实时跟住你 不过你要觉得不安全 可以打电话给我保护田巢 是他的职责所在 所以田巢道 港城他都贴身跟住保护 至于包华帽 他可不愿实时跟住走 包华帽惊讶到 田老板都不在港城 你能有什么事 冯毅有很好的借口 我要学习跟训练啊 这样才能更好地保护我家老板 这几年冯毅在港城 建立了属于自己的势力 不过他学着田巢尹在背后出谋画策 本人并不露面 所以就连消息灵通的包华帽 也不知道他具体在做什么 田巢在旁插了一句 冯毅在港这几年 不仅学得一口流利的美式英语 还能熟练使用先进的监控设备 哦 对了 他还学金融知识前面 两个都没问题 冯毅很快就掌握了 治愈金融知识 冯毅也想学 甚至还去报班了 可惜没这个细胞 实在听不懂就放弃了 包华帽目瞪口呆 问 你这是保镖 你这是准备培养助手吧 冯毅笑着说 我也想成为老板的助手 可惜没这个能耐 不过包先生若是想要 我可以介绍几个兄弟给你当保镖 跟你一样厉害 冯毅纠正他这个说法 包老板 团队是需要所有人一起合作 发挥各自所长 这样才能保护好雇主 而不是逞英雄主义 这样雇主会很危险 虽然雇的这十个保镖 在安保公司算是出色的 但跟袁景与武刚他们没法比 包华茂问 若是能像武刚他们这么厉害 我就要 冯毅给了肯定的答复 说道 薪资福利 必须跟你现在的保镖一样 不能歧视 包华茂说 我还指望你的兄弟保护我 若是区别对待 让他们对我心生不满 危险的时候 又哪会拼尽全力来救我 他得多傻 才会区别对待自己的保镖 有这话 冯毅就放心了 你想要几个保镖 五个 田勺皱着眉头说 你现在身边就有十个保镖 再请五个是不是太多了 包华茂当田勺是自己人 也就没瞒着他 说道 最近聘请的五个保镖 胡红说都不大行 我正准备解聘他们呢 逢一叉了 一句 包老板 你要解雇那些保镖 别墅的监控的位置全都要调整 上下班的路线最好也改动下 不怕一万 就怕万一好 第一签一百五十三章 平复悬殊 田勺跟住包华茂去看了那四块地 决定拿下其中的两块地 不过买的这事不意外险 消息漏到时候 对家不买可能也会故意哄抬价格 见他看上了两块地 包华茂很高兴 他也觉得这两块地不错 这两块的加起来有三百六十多亩 现在这片的地价每平大概在两千二左右 咱们要是将这两块的买下来 要先准备保证金跟首付款 然后要看银行那边能带多少说到这里 他赶紧加了一句 其实前年这边地价 炒到四千五百多一平 这两年行情不好地价一直跌 跌了一半还多 其实这边都是按照尺来算 为了方便田勺理解 他特意让财务那边换算成平方 田勺在心里算了下 然后说 你之前赚回来的那两个多亿的现金我还没动 我转一点五亿给你包华茂笑着说 你是渣打银行的大客户拿的去抵押贷 贷三亿的款肯定没问题 只是咱们准备囤地 下次银行不会再这么好说话 田勺看了他一眼 说道不去 渣打银行 就去你业务往来的那家银行 贷等下次金额很大 我在出面去找渣打银行的总经理贷款 贷三来亿的款就去找渣打银行的总经理 到时候银行经理还以为他财务有问题 包华茂很直接地说 地价一直在跌 与我业务往来的那家银行 之前带出太多的钱 现在卡得很严格 若是我出面 得用资产做担保 才能带到剩下的款项 田勺没瞒着他 说买了这两块地 我手头也没有现金了 下次再买地 我得卖掉一部分股票才有钱买 这也就 说给包华茂听 他才舍不得卖掉手上的股票到时候要用钱的时候 最多卖掉一部分股份 然后再拿一部分去银行抵押 想赚大钱 就得用银行的钱来给自己生钱 当然 也是田少有把握 不然杠杆太高一不小心就得玩完 包华茂明白他话里的意思 笑着说 那我用手边的股票做担保 咱们之前买的股涨是很好 银行肯定会带的田少点点头后说道 现在地价低 我准备买两块的盖办公大楼 等办公大楼盖好以后 就可以将漫画公司挪出来了包华茂 询问了他的要求 然后说 最近许多人卖房子卖 地的 我帮你打听 运气好 能买到比政府拍卖的价格还要低的地 政府卖地那都是有底价的 低于底价就会流拍私人拥有的土地 若是碰到南储急于出手 就可以趁机压架了 等你的好消息 包华茂豪迈地表示 这是包在他身上 然后笑着说 你之前不是想在半山腰买地盖别墅吗 最近有几块的出售 你要买 现在可以出手了 田勺问了一声说 这是不急 等我回来再说 一听这话 包华茂就问道 你又要去漂亮国 田勺笑着说 问 我小妹考上了麻省 上个月去了那边 我担心她不能适应那边的气候跟饮时 得过去看看包华茂惊讶地说 考上了麻省 那你妹妹读书真是厉害了 港城豪门望族 也有不少优秀的子弟 考进顶尖大学 但他们自小接受的就是精英教育 不像田家 只是平头百姓 内地教育远不如港城能考上的 那真的出类拔萃 田勺笑着说 我妹妹是个天才 从小学一直到大学 一直跳级许多人都夸我 其实在念书方面我比她差了 学的什么专业 听到是航太航空 包华茂觉得很遗憾 这样的头脑若是用来经商 那绝对能成为田勺的左膀右臂了哀 这个姐姐太好了 一心为妹妹打算 回到家后 田勺将冯毅叫到书房内 疑惑地问道 你今日为何突然给包华茂推荐保镖了 冯毅沉默了一下说 他们就算转业一个月也就拿 几十块钱的工资了 可落作了包华茂的保镖 一个月工资抵他们一年多 包华茂很大方 保镖一个月工资是五千港币 另外逢年过节 还会发红包跟包华茂一年 回家就是万元户了 田勺文言笑着说 你这是在变相告诉我 该给你们加薪了 冯毅摇头道 武刚他们每个月有一百块钱 包吃包住 每季度还有两套衣服 这待遇已经很好了 暂时不用再加 武刚跟高有良的工资 是照住内地来定的 但包华茂是按照 港城保镖的工资来给的 两地消费水平不一样 没可必信 田勺失笑 说 小心武刚听到你这话 找你算账 那正好活动活动筋骨 田勺收了笑 说 你的那些战友 复员或专业的话 领导会安排好去向的 虽然安排的工作 工资不会很高 但胜在安稳 跟住包华茂可能会有危险 你也觉得 他会有危险 田勺好笑道 我是说可能 没说一定 你可别去吓唬他 冯毅 现在内地馆的松 偷渡过来也越发多了 港城贫富悬殊太大 有些人不想再继续受穷 可去正当行业打工 不仅辛苦钱也少 他们想要富起来 就会采取一些极端的方式 这个极端的方式 就是绑架有钱人 进行敲诈勒索了 他记得再过几年 港城将出现一个世纪 汉匪没办法 那人太有名电视电影都拍了 冯毅觉得田勺很敏锐 他说 你说得很对 港城贫富悬殊太大 导致许多人怕穷仇富 加上时局不稳 这两年做监犯科的 比之前要多很多老板 非必要你还是不要过来 顿了下 他说 如今港城跟阳城可以通电话 不是太重要的事 你可以打电话遥控指挥 虽然阳城三教九流的人很多 但去年上头严厉承接犯罪者 治安好了很多 在有远景跟武刚等人保护 他压根不担心 但在港城 他每天晚上都安排 两班人轮流职业 就怕有匪徒摸到别墅来 没要紧是 他也不会过来 田勺说 你放心吧 我来港城时间部 也没出现在公众场合 港城富豪那么多 正常来说 不会盯上我反倒是包华帽 会比较危险 第1154张探望六鸭 土地拍卖会上 包华帽是唯一举牌的人 没有竞争对手 包华帽很顺利的 就将两块的拿下了 港城没有秘密 包华帽拿下两块地的事 很快就传了出去 唐泽宇消息很灵通 得了消息 就给包华帽打电话 华帽 我听说你昨日买了两块地 华帽 现在地产行情这么不好 你怎么还买地 包 华帽解释 现在地产是不景气 但不可能一直都这样的 这两块地的地段很不错 开发城楼盘 应该不会亏的 唐泽宇默了默 说 华帽 现在 地价一直在跌 这么差的行情 买地风险很大 包华帽感谢他的关心 然后笑着道 做什么都有风险买地的话 就算再跌至少的在手中 而且我相信地产很快就能起来 地价到时候就会上涨 唐泽宇突然问道 华帽 行小姐是不是来港城了 他知道包华帽资产的 全部合起来十个亿出头 但这两块地就要五个多亿 若是开发又是一大笔钱 包华帽是拿不出这么大一笔资金的 包华帽明白他话里的意思 来了 不过今早又走了 他没说的是 田韶去漂亮国过几日还会回来 自从那位富豪被绑架后 包华帽越不敢泄露田韶的行踪了 唐泽宇知道田韶来去匆匆 若是下次他过来 还希望你能告知我一声宇哥是有事 找邢老板嘛 唐泽宇表示 是他妻子要找邢安娜 之前邢小姐说 婴幼儿产品这个计划 以后会很有前景 我妻子被输动做了许多调查 觉得这个项目确实可行 所以 他想跟邢老板深谈此事 包华帽明白了 所谓的深谈其实就是 想填勺投资 宇哥 若是嫂子出来做事 家里三个孩子谁照顾 他很清楚 唐泽宇有些大男人主义的 之前是绝对不可能同意 戴于英出来做事 现在改变主意 应该是家里的变故 让戴于英坚持了此事 唐泽宇含糊表示 三个孩子都大了 戴于英想出来做事 就尊重他的决定 包华帽笑着说 新小姐过段时间还会来等 等他来了我打电话给你 好 包华帽又问起了电影的事 唐泽宇拍的这部电影 经历了幻觉跟纵火的事件后 还是拍完了 这部电影包华帽是投钱了 他现在问起 唐泽宇自然是要告诉他进度 在剪接配音 打算元旦上映包华帽只是想了解 并不干涉这件事 唐泽宇又问起另外一件事 行小姐最近又出了一本新的漫画 我看了很有意思 他这漫画是否也要拍成电影 是 行老板前两日将漫画 编程剧本 林智杰准备下个月开拍 唐泽宇觉得对方动作也太快了 他还准备投资呢 可看田勺这架势 是没准备拉投资了也是 上一部电影赚得波满盘满 哪一部电影还会让别人分杯羹 放下电话后唐泽宇有些惆怅 开地产公司差点倒闭 现在开电影公司也落后 邢安娜不过他很快又振作起来 只要这部电影卖个好价钱 以后就深更电影 田勺坐了一天的飞机 下了飞机忍不住敲了下腰 坐这么长的时间 真的是腰酸背痛 所以到了饭店办了入住后 就跟饭店说要一个女推拿师 给他做推拿可惜 这儿没有中医推拿师 不然效果会更好 看住跟进房间的阿湘 田勺笑着问 一起坐吧 阿湘摇头 表示不习惯做这些 他以前在社团的时候 就是个女汉子 后来被冯毅救了 要他改变以前的形象 这才开始穿裙子跟高跟鞋 也还学会了化妆就连头发 也续起来 刚开始不习惯 不过几年下来 也适应了前几日 跟住田勺去逛街 在街上碰到以前一个属下 对方都没认出他来 虽然不能做推拿 但做完SPA以后也很舒服 不过今日的事 也给田勺敲了警钟 他这些年做着写东西的时间太长 已经落下后遗症了 等回四九城得找个手艺好的师傅做推拿 嗯 还得加上瑜伽 这是等回港城就安排起来 田勺在了解到自己买的股票全都涨了以后 就转到飞去了麻省 并没去找两个经纪人要筹钱 就抵押在安正业那里买的股票就行 第二天下午 六鸭下课后远远的就看到田勺 开始以为是眼花 等确定是田勺后 他将手中的书放到同学那儿 然后朝着田勺飞奔而来 六鸭抱住田勺高兴地喊道 大姐 大姐 你终于来看我了 田勺往后退了两步 等站稳后笑着道 咱们才一个多月没见 你这搞得好像几年没见似的 六鸭抱住田勺不撒手 大姐 我觉得每一天都好漫长啊 大姐 我真的好想好想你们大姐 我都后悔来这儿留学了 为了缓解思念他是从早到晚学习 将时间安排得满满的也因为太累了 每天倒床就睡 田勺摸着他的头 我们也都想你 不过这是你毕竟的一个阶段 六鸭按了声道 我知道的 所以我现在要将每一分钟都花在学习上 这样就能早点毕业回家了 等拿到博士学位 他就回家 田勺笑着说 走 带我去你宿舍看一下 在六鸭来麻省之前 田勺就托宋明阳给他找个带厨房 可以自己做饭的宿舍 宋明阳知道他有钱 就给六鸭选了最好的学生宿舍 以至六鸭过来搬进宿舍 还以为走错地方了 到了宿舍内 田勺问 想吃什么 大子给你做六味抱住田勺 的手臂说 姐 你千里迢迢跑来看我 哪还能让你煮饭姐 晚餐咱们出去外面吃 宋大哥给我介绍了一家中餐厅 味道很好的 田勺摇头说 不用 我买了菜 咱们自己做 冯义将行李箱拉开 看到里面都是菜 六鸭哭笑不得 姐 这菜将箱子弄脏了 多难喜啊 都用 袋子装好了 弄不脏 第1155章 有解真好 田勺给做了一桌子的菜 这也幸亏六鸭这儿有独立的厨房 不然的话 怕是要引起他人抗议了 六鸭虽然跟李姐学了做面跟炒菜 但学业繁忙 所以他这一个多月来只下厨三次 还不是做饭而是煮面这回吃到喜欢的饭菜 一不小心给吃撑了 田勺笑着一边帮他揉肚子 一边说 让你慢点吃 慢点吃 好像有人跟你抢似的六女拉着田勺的手抱着 然后将头靠窄 他肩膀上 姐 好久没吃到你做的菜了 一时没控制住 那等我下次来 我再给你做 六鸭摇头道 大姐 这么远来一趟不容易 就别忙活了 还是等我回去后 姐你再给我做吧 田勺笑着说 也不是特意来看你 我正巧还有事要办 就顺道过来看你这次 我给你带了一箱子的香肠 周末不想去外面吃 煮饭时等饭熟了切几块 香放饭面上 然后再炒个蔬菜就行 好 六鸭 原本 还想带田勺在学校里逛 结果告知他来过这两次 对这儿的环境很熟悉 也就放弃了 当天晚上 姊妹俩一起睡 六鸭拉着田勺说个不停 还是田勺看时间很晚了 逼他谁 这才没继续说 第二天六鸭去上课 田勺就跟冯一阿湘 在家里包饺子 等将冰箱都塞满了放不下 田勺有些遗憾 冰箱太小了 六鸭回来看住冰箱里 塞满了饺子 抱着田勺不撒手了 田勺轻轻拍了下他的背 等下次来我给你买个冰柜 到时候给你做了包子馒头放着 义冰柜的各种吃事 慢慢的吃能吃好几个月 六鸭听到这话 顿觉鼻子酸酸 轻声说道 姐 有你真好 田勺到麻省的第四天 是周末 他带六鸭去买衣服鞋子 他知道六鸭不讲究穿住 但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穿得太寒酸 会被人看不起的 所以 他买了许多郁寒的衣服鞋子 都是牌子货 给六鸭这些 也是为即将到来的寒冬做准备 等到明年来再给他买春夏的衣服 六鸭一直推脱不要 觉得太钱费 可惜熬不过田勺 周日这天 田勺又陪六鸭玩了一天 晚上与他说 我明日要回去了 六鸭知道他很快就要回去 心里很舍不得 姐 你还没见着送 大哥 他可能过几日就回来了 你要不再等等 这次过来 田勺也是想顺带见夏宋明阳 结果他跟助导师去参加一个学术研讨会 田勺却是摇头 说 不等了 我就是想问他什么时候能回国 宋教授跟胡老爷子都等珠奇了六鸭笑竹说 这是我问了他 据说这个研究不顺利 今年可能完不成 田勺也能理解科学研究这种东西 是没办法限定时间的可能一个灵感来了瞬间解决 也可能要反复试验才可以 周一 田勺等六鸭去上课 才走走之前留下一张纸条 说往他卡里打了一万美刀 让他该花的花不要太少 六鸭看到这纸条 眼眶都红了 虽然小时候的事只要一想起来还是后怕 但每次见到田勺都特别安心 三天后田勺回到了港城回到别墅后 他就打电话给包华帽 询问那两块地的事搞定了没有 包华帽说 我拿了股票做担保 银行同意给我放贷了 不过若是在买地 金额很大的话 我得拿公司去抵押了田勺奇怪的问道 你不是 号称有十个亿的资产吗 这次首付款你也只出六千多万 怎么就没钱了 两人创办的地产公司 田勺占了百分之七十的股份 原本他是准备入百分之六十的估 但包华帽考虑到自己的资金情况不敢要这么多 包华帽无奈地说 你以为众人都跟你一样 手里的都是现金啊 外界传闻我有十一亿的资产 是包括公司的估值以及我投资的各种项目 但这些东西 短时间内是无法变现的拿去银行抵押 也抵不了多少钱 田勺卧了一声后问道 听你这么说 港城又有土地要拍卖吗 包华帽点点头 表示下个月港城政府又要拍卖五块的 他将这五块地的位置简单说了下 你若是有兴趣 我明日带你去去看 这么快就得了消息 包华帽表示自己在相关部门有熟人 对方看他买了两块地特意透露给他的 田勺明白这话的前台词了 点头说 明日去看看对了 你上次不是说半山腰的地也降价了 你看看你什么时候有时间 我也想去去看若是你没时间 标注下买走的地 我自己去选一块 包华帽早知道田勺想在半山腰买地盖别墅了 不过也理解田勺 毕竟住在那儿是地位与财富的象征 周日吧 正好到时爬爬山 锻炼下身体 咱们去半山腰 是不是得去唐老板家里做一做 包华帽默了默 说 就在你去漂亮国第二天 宇哥下班的途中被人袭击 受了重伤 昏迷了两天两夜才醒来他这一昏迷 电影公司顿时陷入困顿之中 嫂子知道电影公司是宇哥的心血 就准备将别墅卖了 将电影公司保住是他的仇家干的 还是那公子哥做的 包华帽摇头 说道 不知道 我也没得到消息 不过嫂子已经带着三个孩子搬离了别墅 住到市区了 对了 住的就是你之前的那个小区 锦炳花园 那他之前拍的那部电影没被毁吧 包华帽觉得这算是唯一庆幸的事了 没有 那部电影已经制作完成了 准备元旦上映了 若是电影大卖 电影公司就能走过困局 若是电影扑街 这家电影公司估计也要倒闭了 不过他们也投了钱 包华帽也不会说不吉利的话了 田韶说 唐泽宇花了那么大的心血拍的这部电影 只要能成功上映 回本应该是没问题的 希望吧 第156章跟住你 有肉吃 包华猫又带着田韶 看了即将拍卖的五块土地 他相中了其中的三块地 不过看完以后 田韶又选了另外两块地 田韶说 这两块地位置是相对要偏 没你相中的三块地好 但他便宜 咱们现在是囤地 没有那么快搞开发 不用选地段好的 这两块地后来开发成什么样子 他不知道 愿意买就是图便宜 价低就放着 过个两年一定能涨了 包华猫听到不搞开发 开玩笑道 田老板 咱们贷款的利息 每天都是一笔很大的金额的买了不开发 咱们这是给银行创收 田韶笑了下 道 现在你觉得是给银行创造收入等低价涨回来 那就是银行拿钱给我们生钱了 我之前不是跟你说过 想买两块的盖办公大楼 若有合适的 买下来就动工 这样咱地产公司也算是有活钱了 包华猫眉头跳了跳 说道 咱们买的这两块地 你真打算放几年不开发 田韶不喜欢他将话说的太绝对 他笑着说 看行情 若是明年地价上涨 那咱们可以开发的楼盘 你若是觉得吃紧 这两块地就我个人买了 包华猫有些无奈 合作伙伴太豪横 他有些吃不消啊 不过他是知道田韶的财运 咬咬牙说 没事 钱不够我凑 不行就拿了资产去抵 反正抵押过一次 不在乎再抵第二次了 不过他的公司是不会拿去抵押的 这是最后的底线了 田韶笑着说 好吧 这看完了 咱们再去半山看看 半山去的空地 只要你有钱随时都可以买 田韶之前没买是想等跌 现在价跌下来了 就不想再措施机会了 包华猫纠结了下 说等你选好了 我就在你旁边也选快的等手脱松了 倒是在动工吧 田韶失笑 说道 四九成了你 花糕架在我那条胡同买了套宅子 这在港城 你也要跟我做邻居啊 包华猫很实诚的说 我觉得你财运很好 跟住你有肉吃 田韶笑了下 这家伙倒是赖定他了 包华猫早就来这人考察过了 选了六个地方 这六个地方不管是位置 还是风景都极好 田韶跟住他将这六块地都看了 然后从中选了一块的 而包华猫 就选了离这最近的那块地了 在港城有钱好办事 不到一个星期 这地就到田韶名下了 包华猫笑着说 等你要盖房子的时候 还有几道手续要办田老板 你该请个秘书帮你处理这些琐事 之前田韶是打算请个秘书的 只是一直没找满意的 因为他身份特殊 这请的秘书不仅要能力出众 还得嘴言 若是秘书嘴不言 泄露了消息 会有大麻烦也是如此 这秘书一直到现在都没请 田韶笑着说 不用了 这些事到时候 让阿湘去办就好 在阿湘将英语学好以后 他觉得阿湘是可造之才 想将它培养出来 主要是田韶没参与到公司的经营 秘书并不需要处理公司 那些复杂的事情 只帮助处理个人的一些琐事 指点下阿湘也能胜任 阿湘这女孩很上进 在田韶去年透露出这个意思后 他就去报了文秘班 学习如何成为一个合格的秘书 包华帽知道后佩服的不行 你真的太会调教人 将身边的人培养成文武全才了 看来我得跟你学习 要物尽其用田韶失效 说道 这也得看人去向武刚 我一直逼他多读点书 结果脱忙以后 死活不愿再学了 牛不喝水强爱也无用 武刚那么排斥也就不勉强了 高有良倒愿意学 但他年岁大了前脚学了后脚就忘 最后只能放弃 包华帽说 武刚虽然不爱读书 但他们每天都高强度训练我那些保镖 连他们一半的训练强度都没有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看了武刚跟高有良他们的 训练专案跟时间 在对比下自己的那些保镖 他是真的很嫌弃 田勺笑着说 他们的职责就是保护我 若是没有强壮的身体跟灵敏的身手 还怎么保护我 包华帽说 我现在就希望冯毅给我找的人真的 都有武刚跟高有良他们的水准不然的话 我这心总提住 田勺遵义了 问道 你之前不是说不害怕 怎么现在怂了 包华帽也不怕田勺笑话 说 之前是不怕 毕竟虽外头说我有十多亿 但那都是估值可现在一口气买四块地 我怕那些人盯上我田勺知道包华帽 不会无缘无故的说这话 想了下笑着说 你是想让冯毅这段时间跟在你身边 保护你吧 包华帽确实是这个意思 田勺将冯毅叫了来 直接跟他说 在你的那几个兄弟抵岗之前 你就贴身跟住包老板保护他 这次不是问冯毅的意思 而是直接吩咐 他因为身份的缘故只能引在幕后 所有的合作都是包华帽出面的 若是包华帽出事 可能再找不住这么和心意的小伙伴了再者 两人认识这么多年是很好的朋友 田勺也不想他出事 冯毅这次没再推脱 笑着说 好 等老板你离开港城后 我就去包老板那里讨一碗饭吃 田勺笑着说 什么讨饭吃 好像我 饿住你似的我不在这段时间 你也要看好家 别让小偷光顾了 包华帽心头一跳 你就回内地了 田勺摇头说 没那么快 盖办公大楼跟公寓的地 都还没买好呢 等这是办妥了 我就要回去了 这次回去 再过来等明年了 包华帽一听不由道 那还是等下个月土地拍卖会后 你再回去吧 你若不在港城 到时候举拍心里没底 主要是下个月的拍卖 不一定能以底价将的拿到手啊 万一有人跟拍将价抬上去 溢价太多 他就不敢拍板了 田勺哭笑不得 头次发现包华帽这么耸的 那行吧 等土地拍卖会后 我再回去 第1157章 前卫的田勺 要买的要筹钱 田勺直接找安正业 准备卖掉一部分股票 安正业劝他说 行老板 这些股票涨势都很好 卖掉就太可惜了行老板 你若是缺钱 可以先拿了这股票去抵押 这确实是个办法 但田 勺不愿用 他不想背负太高的杠杆 卖了吧 到时候若还差钱 再拿了股票去抵 因为田勺挑的这些股票 涨势都很好 一天时间就僵 这些股票卖出去了 卖了四个多亿 一到账 田勺就准备将钱转走 安正业知道包华帽最近大手笔 买了好几块地 不过他知道包华帽没这么大的财力 结合田勺的行为 答案已经呼之欲出了 安正业没有询问 犯机会的事他是不会干的 行老板 这些年靠住你的关照 我才能有今天 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有时间 我想好好谢谢你当初 完全是看在包华帽的面子上 这才做了田勺的股票经纪人 却没想到这个行为 改变了他的生活跟职业生涯 他现在不仅进入了董事会 资产也翻了几番 田勺也想与安正业维持好关系 毕竟以后还要用到他 我这几天没什么事 哪天都可以安正业一听 脸上浮现出笑容 那明日晚上 福灵 门 行老板觉得怎么样 可以 到时候我叫上包华帽 安正业自然没有意见 回到别墅 田勺看到摊在沙发上的赵小柔 又惊又喜 小柔姐 你回来了 赵小柔累得不行 说道本来上个星期就要回来 只是突然 接到了一个订单 谈了几天才订下来小勺 你猜猜什么订单 田勺笑着道 秀品 赵小柔竖起大拇指 夸赞道 你真是太厉害了 这次不要手帕 对象想要扇子跟之前要求一样 一百把扇子 图案必须不同 扇子跟手帕可不一样 更复杂 这个赵小柔自然不一样 他笑着说道 我就是为这个跟他谈了几天最后谈下来 图案凡夫的扇子五十块钱一把 图案简单的就三十钱一把 美刀 当然是 美 刀了 难道还能是港币啊 那不得亏死了这个价格还挺好 唯一可惜的是对方要的数量太少了 田勺说 没办法 国内的东西没有在西方流行年轻人都追求时尚 不流行的东西不买 赵小柔听到这话 眼睛却突然变了 说道 你这么一说 我倒是想起来了 你的那几部动画片不是都外销了吗 若是也在国外火了 到时候咱们的服饰也能在那边流行起来 田勺笑了下 说道 这需要时间 短时间很难改的 不过咱们的汉服是真的很漂亮 等会我给你量下尺寸 回去后让三鸭给咱们做一套等下次我过来 咱去逛街可以穿上他 赵小柔一听不由说道 你 新电影不是要开拍吗 为何不将这些元素融入到电影里面去 电影大卖的时候也能宣扬咱们的东西 田勺点点头表示新电影的女主角 到时候会穿上好看的汉服上一部的女主角 因为长相比较英气 穿汉服等这种古典服饰不合适就没用 这次的女主角是还新人 有一股婉约的气质 穿上汉服很鲜 赵小柔觉得田勺的思想 比她这个常往国外跑的还要超前她没在聊电影 而是继续说起绣品 小年 我觉得你可以让三鸭绣些大的绣品搭建的话 考验绣工 但也更值钱 田勺问了 一声道 绣了一副牡丹富贵图 我送包华帽了 这两年她送了不少高端食材给我吃 就想回个礼 赵小柔觉得送包华帽绣品 完全是暴舔天物 下次你给我 我带出去给那些朋友看 说不准有人高价购买呢 田勺摇头说道 三鸭怀孕了 预产期在12月底现在受不得累 生完孩子也要休息两三个月 所以要绣大剑的绣品得明年了 至于买其他人的绣品交给赵小柔倒卖 她是懒得非这个神的有这个功夫 她还不如多写几张稿子呢 赵小柔押了一声道 三鸭怀孕了 这可真是大喜事啊 小薰 咱们明天去逛街 给孩子买点东西 她 是田勺当好姊妹 所以爱屋及乌 对田家几个妹妹的事也很上心 田勺笑着说 买点奶粉就行 其他的不用买孩子的衣服 尿布 三鸭都自己做 用的都是细棉布 又前进又柔软 奶粉多买点也没事 反正保质期有 两年若是三鸭有奶 等过半年后 再喝也不会影响 若是没奶 到时立即能派上用场了 赵小柔一听就道 纸奶粉不行 还得有纸尿裤 不然晚上总要起来 换尿布太辛苦了 有纸尿裤就不用总起来了说完 她笑着道 这孩子的纸尿裤就 我包了 田勺婉颜拒绝了 我之前给这丫头买的保养品 都从来不用 说超出了她的消费水平 这纸尿裤给她 她也不会要的赵小柔 七十绝的三 鸭很难得了 能抵得住诱惑 小勺 咱说好了 以后我要当孩子的干娘 孩子以后的奶粉跟纸尿裤 我都包了 田勺不喜欢什么前娘 前爹的 他说 我跟譚月商量了 准备要个胡宝宝 你也抓紧早些结婚 造个小人出来 你男友基因那么好 生出来的孩子一定会很漂亮的 赵小 柔摇头 表示暂时没结婚的打算 田勺故意说 不想结婚 跟生小孩又不起冲突 赵小柔一脸惊恐地看住她 小勺 你这想法要不得啊 这不结婚生孩子 那就是私生子 这出生多不光彩啊 还有她可不愿当单亲妈妈 不说当单亲妈妈会很辛苦 只说众人异样的目光 她就受不了 而且她也没信心 一个人能教好孩子 你要怕别人说闲话 也不想孩子被歧视 但是 那就结婚后再生娃 若是她一直对你好 那你也寻到了依靠 若是以后对你不好了 那就离婚 没什么大不了的 赵小 柔觉得田勺的想法 真的太前卫了 第158章没有附和 30多年后离婚是一件很寻常的事 田勺身处那个年代 就觉得离婚没什么大不了的 但赵小柔是受这个时代的教育 所以觉得离婚不止丢人 对小孩也不好 赵小柔问 若是谭月对你不好 你也要跟她离婚吗 若她对我不好 那我肯定要离婚了 嗯 孩子跟我 将她扫地出门赵小柔 皱着眉头问 可离婚对孩子不好 到时候大家会嘲笑她的港城这边 虽然经济发达 但其实很多人的思想跟内地差不多 有些人的思想 甚至比内地还 封建 田勺承认 内地这一块 现在确实落后 真那样 我就带了孩子来港城生活 然后对外说她爸爸没了 这样不仅不会有人嘲笑她 还会得老实的怜悯了 赵小柔目瞪口呆 这也太狠了 田勺哈哈大笑 说 跟你开玩笑的 我相信谭月会一直对我好的 等有了孩子 也会是让人羡慕的一家三口 这点自信还是有的 不然 当初也不会嫁给谭月了 赵小柔也相信 像谭月这种人 那么有责任心的人 但她对艾文没有信心 我没信心一个人教好孩子 田勺觉得她想太多了 这样会 很累 谁也不会天生就会做母亲 你已经财务自由 并不需要为生活奔波 若觉得没方向 不知道怎么教 可以去听专家的讲座 然后慢慢学着怎么做一个好妈妈 她也没当过妈妈 却从没这个担忧 因为她觉得只要真心爱孩子 然后不过腻 再好好引导 孩子一定能平安健康的长大 至于说以后要有多大成就 这个她没想 顺其自然了 赵小柔是不可能当单亲妈妈的 田勺又说起了明日安正夜请客的事 我原本想叫包华帽 寄你回来就不叫她了小柔 安正夜还是有些能耐的 你手里若是有闲钱 可以交给她 现在美股跟日股长势都不错 买了应该可以赚点 赵小柔笑着道 没事 我已经跟艾文约好了 你将包华帽叫上吧 我手头有一百多万的现金 寄你说美股跟日股长势不错 那我明日找安正夜买点股票 应该比方银行要强 田勺点点头道 你这男友什么时候带我 渐渐啊 赵小柔还是那句话 等她想跟艾文结婚的时候 再带田勺去见现在 她还在考虑这件事 就不带她去了 田勺熬不过她 只能算了 不想第二天艾文打电话过来说有个重要会议约会取消 所以晚上还是跟猪一起去了 担心被狗仔偷拍 田勺特意与包华帽分开进出 却没想到 隔天八卦杂志还是刊登了赵小柔跟包华帽复合的消息 看到这则八卦杂志 田勺很担心的说 小柔 你男友看到这消息可能会生气 你赶紧去跟她解释下赵小柔指着杂志上刊登的照片 说 小勺你看 我跟包华帽这照片是许久以前的所谓的复合 根本就是他们编造的 我知道是他们编造 现在问题得让你男友相信啊 这种事第一时间解释 她才会觉得你重视这段感情 赵小柔点点头 拿起电话准备打给艾文 田勺服额 用手遮住电话号码 然后说 这种事得当面解释 电话哪说得清楚好了 赶紧去医院找你男友跟她解释清楚小柔好不容易 打开心扉接受了这个艾文 她可不想因为这些胡编乱造的八卦会名这段感情 以小柔的性子 要这次跟艾文分手 估计又需要很长的时间平复心情了 赵小柔也很重视这段感情 听了田勺的建议拿了车钥匙出去了 田勺担心她心情焦虑开车不安稳 让阿湘开车送她去 有好事者故意将这八卦杂志给艾文看艾文本不相信这事 她认为赵小柔不会做出脚踩两条船的事 不过赵小柔能过来找她解释这件事 她还是很高兴 这显示她在赵小柔心中很重要 包华帽怕这事影响到赵小柔 立即接受了一个杂志访谈 然后在访谈上说她没有跟赵小柔复合 当时她跟赵小柔都在福林门吃饭 正巧碰到就说了几句话 很不巧的被有心人听到将消息卖给了狗仔 等杂志印出来 这个谣言就没人再提起 过了几天行少辉打电话给田勺 说有个人欠了银行很多钱 现在银行那边催促的厉害 她准备将手里的递出售 田勺询问了下那快递的面积跟位置以及价格后 说道这个价有些虚高 若是还能再往下压点价可以买 行少辉说对方急需钱还银行的债 若是咱们可以在一个星期内全额付款 我可以将价再下压半成 若是买家要向银行贷款付款 那对方需要等一段时间才能收到余额明显 对方等不急了 田勺说将价压下去10% 可以在一个星期内全额付款 若是不同意就算了 我们从银行那边买可能会更划算 行少辉觉得田勺压价太狠 对方可能不会同意 田勺无所谓的说 行书现在港城经济不景气 地价一跌再跌 注急的是对方不是我 若是他捂住不卖 那咱们再打听 有钱还怕买不住满意的地 行少辉按道 有钱是能买到地 但低价想买到称心如意的地 却难不过两人打交到这么多年 行少辉也知道他的性子 我尽量 对方开始不愿意 来来回回谈了三次 最后降了9%办过户手续 使阿湘去 田勺并没出面 降价后这块地还要8000多万 田勺眼睛不眨的就买下了 行少辉对他的财力 又有了一个新的认识了 小巡 地买下来了 你准备什么时候盖楼 田勺笑着说 包华帽名下有一家地产公司 这个专案我决定交给他的公司来做 还有两个多月就过年了 看看年后什么时候动工 行少辉觉得田勺太照顾包华帽了 委婉地提醒他 不要跟包华帽捆绑太深 包华帽毕竟是商人 商人都是以利益为先 他担心以后田勺会被对方钳制 田勺笑着说 行叔 你担心的事不会发生的 他跟包华帽捆绑的是很深 但在合作的计划中 他占据主导地位 若是他翻脸 包华帽会损失惨重 只从利益出发 包华帽也不会做这蠢事了 第1159章囤地 10月中旬政府拍卖的5块地 被田勺拿下了2块 因为包华帽手上没有多余的流动资金 又舍不得将股票都卖掉 所以这2块就田勺个人花钱买下当然 还是挂在地产公司名下 不过所有权是属于田勺的 2块地面积很大 好在地价比以前便宜 田勺付了20%的首付 剩下的80%扎打银行直接贷款 都没有他拿资产去抵 包华帽知道后 笑着说 田总 还是你面子大啊 田勺看了他一眼 说道 漫画公司每年利润净益 我名下还有那么多部作品 他们可不怕我还不起贷款 当然 还有一个主要原因是 扎打银行的总经理知道他的身家 他们都巴不得田勺多几点呢 包华帽表示这是羡慕不来 你已经买了这么多的地 还要买吗 田勺说 不买 那还叫 什么囤地 我账户上还有一个多亿 整数转到地产公司上 若是碰到合适的你就下手 包华帽点了下头 然后问道 你的意思 今年不会再过来了 田勺点点头说道 家里是很多 没什么特别的事情 今年是不会再过来了 那提前祝你新年快乐了 田勺哭笑不得 这新年祝福也太早了 他笑着说道 等我走后 冯毅会贴身保护你 他对危险很敏锐 若他说有危险 你一定要听从他的安排包 华帽失笑 说道 放心吧 我很惜命 他在跟冯毅接触过后 就猜测 这家伙绝对是上过战场的 当然 一开始是猜测 后来看他训练自己的保镖 以后就肯定 赵小柔知道田勺要回去 有些遗憾的说 我本来还想等艾文回来后 安排你们见一面呢 现在看来 只能明年了田勺一类一声 笑咪咪的问道 你之前跟我说 除非确定要跟对方结婚 才会带来见我 现在准备让我们见面 这是做了决定 赵小柔红住脸说 是我今年都28岁也该 安定下来了 不然再拖下去以后生孩子 就是高龄产妇了 也是艾文让他安心 加上田勺之前的劝说 他决定试一试 就算结局真的不好 最糟也不过是自己带着孩子 一起生活有了孩子 至少他以后不是一个人了 田勺完儿 那你加油 争取赶在我前面生孩子 赵小柔觉得没那么快 说九月艾文跟我求了婚 我没同意 他现在没行动 田勺乐呵呵的说 你可以给他一点暗示啊 不然他以为你没考虑好 不敢跟你求婚呢 赵小柔认为要艾文自己发现他 改变心意了 绝不会给任何暗示 女孩子还是要矜持些 这样男人才会珍惜 田勺是觉得 两人是双向奔赴 无所谓谁主动 不过赵小柔思想比较传统 希望男人更有主动 所以也没再多说 当天傍晚 包华帽拿了一幅油画过来 你去我家时总盯住这幅画 想来你很喜欢 送你了 这幅油出自欧洲的一位 比较有名气的画家 整幅画颜色鲜艳 笔触简单明快 饱含了浓烈的情感 田勺也是画手 不由的被这幅画吸引了 田勺摇头说 这幅画是你花了大价钱买的 这么贵重我可不能要 他是喜欢这幅油画 但君子不夺人所好过去谈试的时候 看看就好 从来没想过据为己有 这世上好东西很多 总不可能都收藏 包华帽笑着说 什么大价钱 那都是哄外头人的 其实这幅画是我跟一个朋友 去漂亮国玩 无意之中进了个画展 看到的这幅画很对我的胃口 当时只要了一万美刀 因为喜欢就买下来了 我两幅不值钱的绣品 换你一幅油画 我可赚大发了 包华帽摇摇头说 你送的那幅喜节良缘 我妈咪非常喜欢 特意将它挂在客厅里 她也给你了你回礼 听到她的话 胡红就从自己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盒子 这一看就是首饰了若是包华帽送的 田勺一定不会要 但长辈的回礼拒绝就不礼貌了 田勺接过首饰盒打开一看 是一条精致的钻石手链 手链很漂亮 我很喜欢 谢谢阿姨 你喜欢 就好 包华帽在拿到这条手链时 跟包母说田勺不收珠宝首饰 包母当时取消她 说田勺只是不收别的男人送的珠宝首饰 她送的一定会收 当时还半信半疑 现在她才知道 还是自己妈咪看得清楚 因为赵小柔在这儿 包华帽送完东西就回去了 赵小柔见了 忍不住吐槽道 我都已经放下了 她反倒扭扭捏捏起来了 一点都不像的男人 她从没怨过 包华帽 相反 赵小柔很感激她 包华帽跟她拍拖时虽不体贴 但从没骗她 也没脚踏两床 更重要的是保护了她 没被母亲所害 田勺笑着说 她跟你又没关系了 管她怎么样呢 她之前还觉得包华帽不结婚 可能是没放下小柔 后来发现自己想差了 这家伙就是没找合适的联姻对象 所以才担住 田勺里港的第三天 包华帽接到大哥的电话 说包腹昏迷正在医院抢救 就算在厌烦包腹 听到她有性命危险 还是赶去了医院 到了医院 包华帽问 她身体一直硬朗 怎么会突然昏迷呢 包华灿摇头说 我也不知道是保姆打电话给我 说爸回家后收到了一个 李河 她看过李河里的东西以后 就栽倒在地 李河里面装的什么 包华灿盯着包华帽 说道 李河里放了许多 那女人跟一个男人亲热的照片 爸 本来就有高血压 受这么大刺激 就昏迷过去 包华帽不高兴的说 你这么看着我做什么 难不成你觉得这是我做的 真不是你 包华帽冷哼一声 老头子都说了死后一分钱 都不会留给我 我气死他又没用 还是你觉得我蠢 专干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 再不好也是亲爹 包华帽从没想过他死 第1160章陶书会生产 田巢过海到阳城 并没去找三魁 而是先打了电话回去 询问陶书会是否生了 三鸭接了电话 欢快地跟他说 三魁表哥前天下午回到家 昨晚半夜一点多 表嫂就发作了 表哥自己送他去了医院 上午大舅妈过来报喜 说表嫂八点半就生了 生投胎一般时间都比较长 七个多小时 孩子救下来算是快的了 田巢奇怪地问 预产期不是应该是在月初 这都过了半个来月了 三鸭笑着说 这预产期又不准 有的提前有的推后 孩子平安落地就好大姐 你什么时候到家 我还要去一趟魔都 要在那儿待几天对了 书会生的是男孩女孩 三鸭说是个女儿 大舅妈 有些失落 不过三魁表哥很高兴说 女儿也很好 跟父母贴心 田巢也能理解 老一辈都觉得 儿子能传宗接代 女儿则是别人家的人 逃书会有工作 只能生一个 失落在所难免他说 那你多劝劝大舅妈 不能因为书会生了的女儿 就不高兴 不好好伺候月子 没有没有 大舅妈就是有些遗憾 上午还杀了鸡熬了鸡汤 带去医院呢 田巢觉得大舅妈能这么想听好的 他说道 你跟大舅妈说 刚生产的孕妇肠胃比较弱 不宜吃鸡过两日恢复了 在杀鸡给他吃不吃 现在要给他吃点清淡又好消化的东西 比如红枣粥 鱼汤等食物 三鸭惊讶不已 说 姐 咱家里人生孩子不都是说吃鸡补身体 然后奶水充盈吗 田巢笑着说 鸡是可以补身体 吃了也有奶水 但不适应刚生产完的产妇 你将这话告诉大舅妈跟三魁就行 怎么做他们自己决定 好 三魁自然是听田巢的 不让陶树惠吃鸡了 改熬鱼汤至于剩下的半锅鸡 大舅妈端来给三鸭吃 一个星期以后 田巢回了四九成 到家休息了下后 就去看望陶树惠了 到的时候 陶树惠正好在喂奶 等孩子吃饱以后 田巢看他面色红润 笑着道 看你样子恢复得不错 陶树惠笑着点点头 婆婆每天晚上带了孩子睡 只半夜的时候抱住过来让我 喂奶休息得好 所以恢复起来也快 田巢看着孩子粉嫩嫩的小脸 笑着道 晚上只要起夜一次 那孩子挺乖的 陶树惠摇头说道 不是 孩子每天晚上要喂两到三次 只是我奶水不够 晚上只能喂一次 剩下的都是泡奶粉这些日子 让跟三魁娘受累了 田巢笑着道 三魁是孩子的爸爸 他照顾孩子天经地义 你也别想这些了 这月子没做好以后 老了就得受苦 大舅妈自己从这个阶段过来的 所以更能体谅女人的不容易 你 也不要有心理负担 这也是她的亲孙女 照顾也是应该的 你要心里过意不去 以后好好孝顺他们 就是陶树惠点点头说道 我跟三魁已经商量好了 等三宝跟茉莉 念完国中 到时候将爹接了来四九成 跟我们一起生活 至于大舅妈 肯定要留在四九成 带孙女了 虽然说三魁现在心睡高 能请人 但这么小的孩子 交给别人不放心 田巢听到这话很满意 聊了几句 田巢就回去了 正巧晚餐做好了 田巢看三鸭饭量斗增 以前一碗饭的量 现在吃两大碗 田巢看住她圆润的脸庞 以及高高隆起的肚子 等吃过饭后说道 三鸭 明日我带你去医院检查 检查什么 田巢说 现在医院 有 那种先进的仪器 可以看到胎胃 以及孩子的发育情况 去做个检查 心里有数 生的时候也不怕了 她其实是担心三鸭肚子太大 到时候不好生产 不过孩子是否超重的 检查才知道 她可不敢随便说省得下三鸭 三鸭惊讶不已 还有这种仪器 田巢笑着说 咱们这儿医疗条件还是比较落后 港城那边设备更先进 三鸭是个随遇而安的人 并没有因为港城的繁荣 而新生向往能有现在的日子 她已经很满意了 到晚上睡觉的时候 田巢才想起 没将绣品的钱给三鸭 担心等忙起来 又将这事忘了 田巢回屋拿了钱给三女 看到一垒大团结 三鸭惊讶不已地问道 姐 这绣品你卖了多少钱啊 田巢说 这绣品贝 我一个朋友看到了 她很喜欢就买了去 给了两千块 我也不知道行情 不知道这个价高了还是低了 也不是不能多给 但三鸭以后还要卖绣品价格 不宜相差太大 现在说是卖给两千块 就算价格偏高也没关系 毕竟有钱难买心头好 三鸭觉得多了 说 姐 这绣品给六百块钱就行了 多的退给你朋友吧 田巢就觉得 这丫头太实诚了 这性子真不是做生意的料 她笑着说 不要有是什么负担 俩千块钱也就他们那种人来说 就是一顿饭钱我要退钱 她还以为我看不起她呢 有了这笔钱 三鸭觉得等明年开始整修她的房子了 不过想着开店做生意 她又有些发怵 姐 我暂时不想开店 不然孩子就没人照顾了 田巢知道这是打了退堂鼓 本性如此 她也不能勉强 做 绣品或衣服很伤眼睛 等你生完孩子半年后再说这事吧 三鸭听到这话安心了 田巢又问 再过两个月就要生了 你婆婆什么时候会过来 三鸭笑着说 等到预产期的时候再来解 正经大哥处了个对象 我公爹跟婆婆知道以后 打电话要她赶紧打报告 将婚结了 长子的婚姻大事 已经成了五父五母最大的心病 如今看她走出阴影 准备重新开始 夫妻俩给她还注急了 田巢对五家的事不发表意见 笑着说 若实在忙不来也没事 到时候让娘过来帮你照看孩子 到时候再说 第1161章第一支股 11月份 田巢从摩都的朋友那里得到消息 说摩都飞乐音响公司委托公行 发行50万元的股票 都没考虑 田巢立刻打电话给沈思俊 要她买下午去摩都的火车 沈思俊问 总编 是摩都那边有什么事 吩咐你办事 将事情处理好就行 哪那么多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 田巢越来越不满意沈思俊的办事方式了 不过她也没申请撤换 反正就处理一些琐碎的事 等到工作室脱离精美后 沈思俊自然就回去了 田巢随口说 摩都那边没什么事 是我有些私人的事要处理等车票买好了 你送了来放下电话 田巢将武刚跟高有良四个人叫了来 摩都那边发行股票 发行了一万股 每股五十元你们去那边 每人买五百股 记得要错开去买 以他的财力一万股都吃下 也就一句话的是 不过这样动作太大了 少少的买 等下次再发行股票 继续买其实也赚不到大钱 就是第一只股意义不一样 顿了下 田巢又说 你们不要一起去买 要分开去买 记住了吗 武刚知道田巢炒股很厉害 他听到这话立即说道 老板 我手头 有一千块钱 能否也跟住买点啊 田巢听到这话觉得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问道 你竟存了一千块钱 武刚哪里存得到钱 是高有良觉得他这样下去不行去年年底发奖金的时候 就以家里有困难为由跟他借钱武刚对兄弟很仗义 就将五百块的奖金都寄出去了 年后 高有良就跟他说了实话 借钱是假 帮他存钱是真高有良的原话是 即使他不结婚至少也得买一间房子 到时候两家房子可以挨住买 这样等武刚老了也能照应他一二 省得回老家被人嫌弃 饭都吃不上 感念高有良的一片心意 武刚之后就将一半的薪水交给高有良管了到现在 刚好存了一千块钱了 田勺一直听说战友情难能可贵 看高有良都操心武刚老的以后的生活 觉得这感情确实难得 可以 你们若是有钱都可以买 稳赚不亏高有良本来 还想劝武刚别冒险 听到稳赚不亏他也心动了 老板 真的稳赚不亏吗 若是稳赚不亏 那他也想买点 田勺失笑 说 你们若是不放心 也跟武刚一样买一千块钱就算亏了 也不会伤筋动骨 若是赚了 你们手头也能宽松些 高有良 还有两孩子要养 最重要的是他手边的钱 准备买两间房子 若是全亏了 到时候没办法跟李纯交代 听了这话 决定跟武刚一样买一千块钱的骨 乔新国跟杜大壮两人文言 也都决定买一千块的骨 武刚犹豫了下说 老板 这事是不是要跟袁哥他们说一声 不然就我们发了财 他们却没买 心里可能会有想法 田勺茶一地看了他一眼 嗯 竟连这个都考虑到了 很有涨进嘛 不过这次不用告诉他们 股票不可能只发行这一只的 等下次再有股票发行 咱们买的时候再叫上他们不吃 四个人一听 顿时没二话了 当日下午 四个人就带了几万块去了摩都 等到了那边才知道 只有本地人才可以买这个股票 武刚有些失望 说还以为能急急赚一笔 结果白跑一趟 杜大壮想救了下说道 我们打个电话将这事告诉总编 也许总编有办法解决这事呢 高有良比较沉稳 他觉得田勺吩咐下来的事 还是先想想办法 实在没办法再跟田勺说不迟 武刚摸着脑袋说 咱们有什么办法 高有良觉得还是先将情况摸透了 再一起商量 然后他就发现来买股票的寥寥无几这样的话 就给了他们操作的空间 在摩都待了五天 买到了股票以后就迅速回了四 九成 武刚将股票券交给田勺 老板 都在这儿 你看看 田勺一看 发现还多了八十股来了 怎么 你们买的股票也都让我保管 武刚笑着说 老板 我们住的地方都乱糟糟的 拿回去到时候都找不住的 反正我们跟住你干 你要卖 那就一起卖高有良跟杜大壮三个人演 都是这个意思 田勺失效 说 那行 我帮你们收着这件事 你们知道就好 不要跟其他人说 省得惹来不必要的麻烦 高有良说 老板放心 我 会叮嘱好阿春的 他们家的钱都是李春在管 所以要买股票就避不开他了 不过李春相信田勺的能力 所以这钱拿得很钱粹 晚上田勺将这件事告诉给了谭月 这股票买了肯定稳 你说我要不要跟大嫂透个话 让他也去买点 谭月摇头说 这只股票规定 知魔度的人才能买 大哥大嫂要是买了 若是被有心人知道举报 那就是犯错误 所以 哪怕你说了 他们也不会买的 谭新国是想在网上走的 不会为了这点利益落人画饼 至于交给田勺的那些黄金 因为是在港城操作 就算督查阻来查都不怕 一听这话 田勺就放弃了 谭月想了一下后说 小勺 若是利润不高的话 咱们还是不要买了田勺看住它 说 怎么 会影响到你 谭月摇头说道 不会 只是我担心你会被盯上小勺 你在港城 跟漂亮国怎么弄多行 但在四九城 像这种事 你在谨慎都会被人察觉到的小勺 我记得你自己都说过 枪打出头鸟 我不想你成为那只鸟 田勺这次没再听谭月的 他说 下次再买股票 我让冯毅去买 到时候他乔装下 应该不会被发现的 不等谭月开口 田勺说 谭月 我不仅要买股票 等过些年 还要跟包华茂 在内地做地产生意 这钱就算他不赚 其他人也会赚的 总不能因为担心就退缩 要求的是小富吉安 他也不会总往港城跑了 谭月点头道 那行 以后类似这种事都让冯毅去做 第1162章继续买 12月下旬 三鸭预产期到了 乌母过来了 这预产期到了 随时都可能会生 所以她跟三鸭住在一个房子里 晚餐的时候 乌母发现吃的分开了 三鸭吃的都是蔬菜 吃几片子肉 之前儿子说田家大子家 是顿顿多有肉 吃上面很舍的 三鸭解释 我前些天去检查 医生说我孩子太大 到时候不好生 叮嘱我控制饮食 所以我现在每天少吃多餐 并且吃的也比较素淡 无母心头 跳了跳 连忙问道 那孩子胎胃正不正 三鸭看她担心的样子 笑着宽慰道 前两个月胎胃不大好 我姐托人找了个经验丰富 产客的医生 这位医生不只帮我做了按摩 还教了我一套操 我每天早中晚做一遍 现在胎胃已经调整过来了 想着丈夫之前说过的话 乌母没再提三 只吃蔬菜这话了 三鸭育产期是十二月底 但多过了元旦肚子还没动静 三鸭与田勺说 大姐 我听说往后推的都是女儿大姐 我这一胎估计是女儿了 田勺笑着问 怎么 女儿不喜欢 三 女 摇头道 我自己生的 我肯定喜欢的是我婆婆 总说马上要抱孙子了 这若是个姑娘 她估计要失望了 虽然无母嘴上说孙女也喜欢 但三鸭 知道 她其实还是渴望孙子的 所以三鸭很担心 若是真生了的女儿 婆婆估计会不高兴 田勺知道孕妇想的比较多 她说 她若是不喜欢 给你白脸色 你就让她回西北去 要是武正卿不站你这边 那也没必要再继续跟她过下去了 三鸭只是有些焦虑 压根就没想过离婚这事 姐 郑青对我挺好的哀 你说为什么要计划生育 若没计划生育多好 想生几个就生几个 田勺梅与三鸭争辩这个问题 没有意义 这是国家的政策 不只是郑青跟你 我跟你子夫以及其他许多吃公价饭的 都要遵守 不然就得被开除回家种田了 开除是不怕 但她不想受两次罪 而且教导小孩子太花时间跟精力 一个就够了 若是两个得累死 三鸭也只是这么一说 绝对不敢超生的 很快 魔都又有一家企业委托工行 对社会发行五百万的股票 这次田勺打电话给张建和 要她回港城转告冯毅 要她去买魔都二十万的股票 还好现在的股票是不记名 只要有买家直接转让就好不然的话 让冯毅去买还有些困难 张建和觉得还是田勺消息灵通 在此之前她都没听说这件事了 嫂子 我手头现在也有些结余 想都拿来买股票 田勺知道她是在试探自己的口风 她说 能赚多少我不清楚 但这事是得上托支持的 绝对不会亏本 她确实不知道能赚多少 但最开始买的绝对赚了 张建和听到这话 立刻决定将手头的钱都拿去买股票 嫂子 我现在就过港去找冯毅 不过在内地 二十万是笔巨款 要去银行转账会被注意到的 这么大一笔钱这么可能转账 这不是县城的把柄田勺孝主说 不从银行走账 我到时候让人送钱过去 这话也说给张建和听 她压根就没准备个冯毅钱 十月份的时候 她转了一大笔给冯毅做活动经费 冯毅那么精 刻意让她去魔都买股票 一定知道是为避人耳目 所以她会对好钱去魔都的 张建和将手边的事安排好 就去港城找冯毅了 包华帽这回正义中冯毅 就想让她贴身跟住 听到她要回阳城处理点心 心里不踏实了 她之前是一点都不怕的 但自买了那几块地后 就开始担心了没办法 最近港城治安越来越差了 她请来的这些保镖又太逊 冯毅看她这样 说饭店不是在动工吗 你也该过去看看了 我这是最多一个星期 你要不放心先在阳城待一个星期 到时候咱们一起返港 内地现在抓得很紧 除了上赶住找死 其他都老实的不行 包华帽觉得这是个好主意 你的那几个战友什么时候能过来 冯毅说办签证比较麻烦 估计要到年后才能过来 等到那几个兄弟过来 她也不用整天跟住包华帽了 没有对比就不会有幸福感 这段时间一直跟在包华帽身边 她就庆幸自己保护的是田勺了 包华帽每天都要上班 这个属于正常 但她的应酬特别多 今天跟这个朋友打高尔夫 明天跟她的朋友 在饭店吃饭谈生意 后天还要跟几个朋友聚餐 拿项田勺 除了有事要办会出去 基本上都待在别墅里 至于说别墅 所有的死角都安装了监控 他们也会不时巡视下四周 而且别墅里藏有杀伤性大的武器 绑匪要赶来 定让他们有去无回 包华帽觉得这主意不错就同意了 只是在收拾行李的时候接了个电话 然后就改变主意了 冯毅有些诧异地问 你说你不去阳城 要去四九城 发生什么事了 包华帽笑着说 我有些事要亲自找你们老板谈另外 也正好解决你那几个兄弟的签证问题 见她不说 冯毅就没再继续追问了 冯毅知道内地二十万是笔巨款 要一次性买二十万股票一定会引起轰动的 于是她带了阿湘去摩都 然后跟阿湘两人接连换了五次装 完成了填少给的任务 等股票没到手后 阿湘很不解地问道 买股票 直接找股票经纪人不就行了 怎么弄得这么麻烦 冯毅说 内地经济没港城那么发达 股票 现在刚处于起步阶段 不过我相信以后会好的 现在内地连证券交易柜台都没有 股票经纪人就更别想了 不过看着阳城跟摩都的变化 她相信要不了多久 港城有的 内地也都会有 这事办完了 冯毅就去邮局 就给田勺打了电话 说道 总编 你吩咐的事已经办好了 田勺校主说 辛苦你们了 回去好好休息下 第1163章三鸭生产 这天晚上 田勺跟谭月睡得正香 突然外头响起了五母的喊声 小勺 小巡 三鸭肚子疼 应该是要生了 咱们得赶紧送她去医院 被叫醒的两个人 听到这话立刻睡意全消 爬起来穿衣服 然后谭月去开车 田勺则去二进院看三鸭 三鸭看到田勺 抓着她的手害怕地说道 姐 我肚子好疼 田勺笑着道 不用怕 你姐夫去开车了 咱们拿了东西就去医院 带铲包田勺早就准备好了 放在箱子里 随时可以拎了去医院 也是看田勺样都准备好了 五母都觉得自己来这多余 三鸭带着哭腔说 姐 要是难产一定要保小的 不能也一时两命啊 听到也这个字 田勺看了慌乱的五母一眼 早知道就不让她 来了没帮上什么忙 敬给天了 田勺宽慰三鸭道 哪那么多难产而且弱不好生 到时候直接剖腹铲 协和医院汇集了咱们国内最好的医生 破妇产又很简单 很快就完成了载 田勺的宽慰下 三鸭情绪渐渐平复下来 到了医院 三鸭很快就被推进了产房 田勺这才不高兴的说 伯母 你的情绪影响到三鸭了 最近在胎神探股穿第四步 田勺每天都去精美 早出晚归 然后又记挂股票的事 太忙了已知忽略了三鸭 主要是这段时间 看三鸭并没有异样 哪知道临近生产 会怕长大的样子显然 伯母说了什么负面的事让她害怕 伯母苦笑道 对不起 我之前都没察觉到 田勺看了她一眼 没再说话也是 若真是个细心的人 当初她大媳妇临产前 就该带去医院检查了 要发现胎位不正送到大医院生产 绝对不会弄得一失两命 所以压根就不该指望 产房一声惨叫声 让田勺忍不住打起了冷战的声音 谭月健壮 将身上的外套脱下披在她的身上 没事的 这儿的医生经验丰富 三妹肯定能平安生下孩子的田勺点点头 与谭月一起坐在 走廊的长椅上 只是隔一小会看下手表 泄露了她紧张的情绪 谭月听着产房的惨叫声 想到田勺要生小孩一定也这样 她握着田勺冰凉的手 小声说 小勺生孩子太危险了 咱们不生了五母就坐在他们旁边 听到这话忍不住抬头看向了谭月 她早发现谭月什么都顺着田勺 却没想到因为怕她痛 竟连小孩也不想要 田勺摇摇头 轻声说 就生一个 不行咱们到时候直接剖妇产孩子肯定 要一个的 不是指望她来养老 而是不想老了 就她跟谭月两个人试想 别人家都是儿孙欢聚一团 就她跟谭月两个人冷冷清清的 特可怜了 谭月问了一声 那行 那咱们到时候直接剖 五母文言不由插话道 小勺 我听说剖妇产的孩子都不大聪明 而且身体也会不好 除非是没办法 不然她觉得千万别剖妇产 田勺也没说她愚昧 只是说 剖妇产的孩子 只要足月身体不会有问题 至于说聪不聪明 那取决于父母的智商 跟是自然分娩还是剖妇产没关系 当然 遗传这东西也不是百分之百的许多父母 非常聪明 但生下来的孩子很平庸 有些父母平庸 但生下来的孩子却是天才 现成的例子就是原生根六亚 巫母觉得他们太年轻了 这是人家医生说的 不会有错 这种庸医就不配当医生 不然还不知道要害多少人 巫母脸上挂不住了 谭月想着巫母还要在他们家住上一个月 于是说道 五伯母 这儿的医生不仅经验丰富 还很有名气 明日你可以随便问这儿的产客医生 看看剖妇产是否会影响孩子的智商跟身体状况 田勺将谭月的外套还给他 说 三鸭没那么快升的 你回去拿两件厚衣服来 另外叮嘱李姐一声 明早熬了红枣鸡蛋粥 来给三鸭吃 记得提醒下李姐 鸡蛋多放几个 谭月也觉得有些愣 又担心田勺等会动着受凉 点头硬下了 等天亮 我就打电话给郑青 让他赶紧回来 他之前还委婉的跟五郑青说了 让他提前休年假跟探亲假五郑青请假了 可惜领导没批 以至超预产期一个星期都没请假回来守住 也就田勺盯住 不然的话 三鸭的情况还真不好说 等待的时候 时间过得特别慢 田勺都不知道看了多少回手表了 因为担心三鸭的状况 他早餐都随便扒拉进肚子里 哇 婴儿的啼哭声 终于让田勺悬着的心放下来了 等医生出来后急忙问道 我妹妹怎么样啊 医生去下口罩 笑着说道 放心 母女平安 乌母听到这话 眼中闪现过一抹失望之色 虽然种种迹象 他猜测到这是个孙女 但孩子没生下来之前 还是抱有希望的 田勺到了谢 又等了会三鸭才被推了出来 三鸭脸色苍白 看到田勺露出了虚弱的笑容 大姐 让你担心了 田勺摇摇头说道 你对孩子平平安安的 我就放心了三鸭 你刚生完身体还很虚弱 需要好好休息 不要多说话 三鸭问了一声后 又与乌母道 妈 对不起 没能跟你生的大胖孙子 听到这话 田勺脸微沉 不过她没有说话 乌母已经调整好心情了 她笑着说 说的什么傻话 孙子孙女 都是我们五家的骨血 我都喜欢听到这话 三鸭脸上露出了浅浅的笑容 等三鸭挪回到床上 田勺为她吃了红枣粥 跟三个鸡蛋 你睡吧 孩子由我们照看 不用担心 三鸭也确实累了 很快就睡下了 等她睡下了 田勺才看像 躺在她身边的孩子 田勺轻轻地点了下她的鼻子 笑着说 我母 你看这孩子 脸红通通的 跟熟透了的苹果式的 五母说道 刚生下来的孩子都这样 等过两天 常开了就好 第1164章 月子冲突 李春按照田勺的要求 将午餐做好了 让高友梁送了去五母一看 是小米粥 虽然里面放了三颗鸡蛋 但她眉头 还是皱得紧紧的 三点多钟 高友梁送了红豆粥过来 给三鸭吃 至于晚上 则是猪肝粥 跟住一小碟红萝卜 还有两颗蛋 乌母这次忍不住了 与田勺说 生完孩子 身体虚需要好好进步 吃这么点东西 很容易饿得小勺 明日炖只鸡给秀儿吃吧 田勺 摇头说 伯母 三鸭刚生完 身体里的饿路等东西 还没排前进 不宜吃红糖 鸡等进步之物 现在这个阶段 该吃点清淡好消化的食物 等过两日饿路排前进了 到时候再吃鸡 诸度进步 可这么点东西 等到半夜就饿了 这产妇要没吃饱 就不会有奶三鸭看 他指责田勺 插了一句 妈 我不饿 田勺拍了下三鸭的手 笑着道 这个伯母不用担心 我已经交代了 李姐让他九点钟 再煮红枣鸡蛋粥 做好了让高哥送了来 治愈孩子 伯母更不用担心 我买了奶粉的了 若是三鸭暂时没奶 就让孩子先喝奶粉 五母听了直皱眉头 这奶粉 哪有母乳好 田勺收了脸上的笑 说道 这月子要是没做好 影响的可是一辈子 奶粉确实没有母乳好 但我觉得 三鸭的身体 才是重中之重 五母看她突然板住脸 心里有些发怵 没再说了 五正清陪着笑说 大姐说的对 再没有比三鸭身体更重要的事 你放心 晚上孩子要是饿了 我就充奶粉给她吃 五母突然觉得 有这么 个强势的大姨姐 并不是什么好事 田勺第二天还要上班 加上有五正清跟五母两人照顾她 也没必要留下等三鸭吃完饭 田勺陪着她说了一小会话 就回去了 五母等田勺走后 与三鸭道 秀儿啊 你大姐没生过孩子又不懂 你可别什么都听她的 这坐月子哪能吃得这么清淡 得吃鸡 鱼以及猪肚等营养的东西 三鸭好脾气的解释 妈 我吃的这些东西 并不是我大姐胡乱安排的 而是花钱请的营养适配的月子餐 按照营养适配置的月子餐吃 能在最快的时间恢复身体 五母一听很是反感 说道 就这些东西 还是花钱请什么营养适配的月子餐 你大姐钱多的没出花吗 三鸭脾气是好 但她不容许别人说田勺 不过她也不会说什么难听的话 妈 我姓大姐 她这么做都是为我好 五母很不高兴地说 你的意思 我这么做是害你了 三鸭神色平静地说 我没这个意思 不过我子见识多广 她愿意花大钱请营养师 给我配置月子餐 我相信肯定有用 五正清看婆媳两人快要吵起来了 赶紧说 妈 我知道你也是为了秀儿好 但咱们是北方人 秀儿是南方人 南北两地的人体质并不一样 大姐弄的月子餐 可能更很适合秀儿 而且大姐也说了 等秀儿将身体的脏东西都派前进 到时候就给她炖鸡吃 见儿子都不站在自己这边 五母气地走了病房 三鸭是顺产 第三天上午就出院了 因为现在是冬天 外面非常冷的 田勺将她从头到脚裹得跟粽子一样 然后让五正清抱上车 回到家里 五母看住床上的被子直皱眉头 说道 小勺啊 你这准备的被子也太薄了 换一床厚点的被褥 田勺很直接地说 伯母 我这屋子里烧了地暖 这床被子正合适 若是换一床厚的被褥 到时候三鸭热的杵一身汗 反而不好三鸭式 听田勺的 妈 我也觉得这被子很合适 她真觉得五母故意挑刺 就算觉得被子薄了 完全可以让她私底下跟她说 当住大姐的面说这些明显是指责没用心 五母心投赌的慌 将三鸭服上床 就借口要去整理东西出去了 田勺也没管她 将月子餐地给她后笑着说 这上面的有哪样你喜欢吃 让李姐给你作解 就照着这上面来 我都 可以 田勺知道她并不挑食 点头道 那行 就按照这月子的顺序 餐来下午的话 我让李姐炖只鸽子给你吃明日 再让李姐炖剂给你吃 三鸭有些惊讶地问 大姐 你不是说我现在不适合进补 田勺笑着解释 我问过医生了 她说你恢复得很好 可以吃鸡跟鱼等补身体的食物了 不过你现在肠胃并没完全恢复 最好是少吃多餐 这几天在医院 三鸭就是一天五顿 每顿都吃得不多 反正家人多 煮饭送饭的都不缺 三鸭有些不好意思地说 姐 你这么忙 我生孩子 还得让你操心田勺知道 三鸭一直认为欠了自己的 她笑着说 咱们是亲子妹 说这些做什么 还是说 等我生的时候 你不照顾我吗 三鸭当然想照顾田勺了 只是她觉得田勺身边的人 都这么厉害 到时候她可能插不上手了 只要大子 你不嫌弃我笨手笨脚 我肯定伺候你做月子 那不就是了 你呀别再想东想西了 好好坐月子将身体养好 三鸭抹了抹后说道 大姐 我婆婆嘴上说喜欢孙女 但我看得出来 她其实还是想要个孙子 田勺早就看出来了 不过她觉得这没什么想了下来 她问 那你觉得 爹娘当初想不想要儿子 这还要问 那肯定想啊 想当初二姐生牛牛时 她爸喜德买了喜糖发给邻居 还特意回家将这喜事告知亲戚 田勺说 你婆婆想抱孙子 就跟爹娘当初想要儿子一样 只要她没为此指责你 或对孩子也好 就不要去必要计较这事 不过你这得强势点 不然孩子受你影响 也性子也软趴趴的 将来怎么办啊 老一辈受环境的影响 很多都有重男轻女的思想 不过只要她疼爱孙女 对孙女好 这就好了 没必要苛责 毕竟所处时代不一样 想法不一样 有些事各自退让一步 才能和平共处 三鸭许久后才恩了一声 第1165章包华帽过来过 那两日 三鸭跟吴母吵了起来 田勺下班回来后 很奇怪过去询问怎么回事 三鸭不高兴地说 她总说你安排的月子餐不好 我听得烦 田勺也没在意 笑着道 其实换成师娘伺候你做月子 也一样 我看不惯我这样的安排 她们所处的时代物质匮乏 所以觉得生完孩子 就该吃好的补一补 可现在物质条件丰富了 就得科学地做月子 你也 不用在意她说的 照住你自己的想法做就好 左右等你做完月子就回去了 以后来四九城的机会也不多 三鸭轻轻地点了下头 1月下旬 包华帽来四九城找田勺 跟她说港城又有四块的要拍卖包华帽说 田勺 这四块地我去看了 地段好价格也很合适 你不是说明年地产应该会复苏吗 若是能将这四块地都拿下 那绝对是赚了 田勺也不确定港城地产明年还是后年复苏 不过她听了包华帽的报价也很心动 而且做生意必须果断 不然机会稍顺即逝 包华帽说 田勺 若是你决定买 我就将两家公司的股份都卖掉 然后再将公司也抵了出去 田勺笑着问道 怎么 拿身价 来赌 包华帽摇头说 不是赌 是我对港城的未来有信心田勺 机会难得 错过了以后绝不可能再有了想要拿下这四块地 只能 靠田勺 毕竟只有她有这个财力 只是日股最近涨势真的很好 她担心田勺会舍不得 田勺笑着说 你特意来四 九成 就是为了这件事吗 包华帽也没瞒着她 说 主要是想让你跟我一起去港城拿下那四块地 然后我再顺道帮冯义的那几个兄弟办去港城的签证 为了这四块的特意来四九成一趟 可见是真的看好这四块的了 田勺也就没有拒绝 说 行 我这两日将事情安排下 然后跟你一起去港城 当然 她得先去看 这四块地的位置 看下他们做的方案 再决定是否要将四块地都拿下 还是只买其中一部分 晚上吃饭的时候 田勺与谭月说 包老板有个朋友是做医疗机械生意的 我听说有两家医院正好要进口医疗机械 你说 我要不要签的线 谭月没反对 只是说 像进口机等先进设备都是需要竞标的 你可以让包老板的朋友参与竞标不过 你必须保证对方到时提供的设备都是符合标准的 不然到时候会牵连到你 田勺不怕被牵连 但他担心会影响到谭月 所以这事 他只能交给包华帽了 于是与他说道 看来这是 还得你帮助牵线了 贺光是他的朋友 田勺能提供这消息已经很好了 不过还有个问题 若是他帮忙牵线 到时候贺光跟程同心会猜到田勺的身份 今日不同往日 如今两家谈判都进入了尾声 田勺并不担心身份曝光 他笑着说 知道也没什么 只要不对外宣扬就行 包华帽笑着说 那绝对不会 贺光跟程同心都是聪明人 内地医疗机械这块 现在很欠缺 跟田勺出好了关系以后 能拿到更多的订单 他们只会跟田勺交好 绝对不会出卖他 田勺跟程同心打过交代 确定他是聪明人 才想与其往来像爱丽莎那种 就算了 蠢而不自知 第二天 包华帽就找了相关的工作人员 对方保证一个月内 就给冯一那几个兄弟 办好去港城的签证 田勺将手边的工作安排好 然后与三鸭说了这件事 我这次去港城 可能要到月底才回来 这段时间 你放宽心 好好做月子 你就生 这么一个 月子一定要做好 别落下病根 不然老了就得受罪 你婆婆要说了什么不中听的话 别憋在心里 一定要告诉老爷子 让他帮你出头三鸭按啊 声道 姐 你放心 我不会让自己受委屈的 田勺也发现生完孩子的三鸭 性子有些改变了像以前 他一定不敢顶撞五母 但这段时间对了五母好几次 这是个好现象 要一直像小白兔 以后万一五正青调动工作 跟住去了外地 他都不放心 当日下午 田勺就搭飞机离开了四 九成 五母是隔天早上才知道田勺出差了 她将孩子递给三鸭后问道 你大子不是在精美工作 平日就写写画画 怎么还总要出差呢 之前 她问了五正青 可惜没得到什么有用的资讯 三鸭摇头道 大姐的工作我也不清楚 不过她自己是不喜欢出差的 只是都是领导安排的也没办法 虽然这几年 国家对经商这事越来越宽松 但 田勺每次出差去港城的事 她没跟任何人透露 就算是五正青都没说 五母见她一问三不知 心烦闷 跟五正青过来厚道 你这媳妇在防住我 只要我一问她田大姐的事 她都说不知道五正青却觉得五 母多想了 她说 妈 我这大姨子做的许多事都是保密的 秀儿不知道是正常的 若是知道 那是犯错误的一句话 读得五母 没话说了 她向五父工作上的事也不会跟她说 她也不会取问 想着这段时间五母的表现 五正青说道 妈 我那大姨子确实很厉害 但她也是真心对秀儿好妈 你带好孩子就行 其他的不要管五母 觉得这小儿子越来越不贴心了 没好气的说 你到我乐意馆 还不知道为你算了 既你觉得我多管闲事 那从今天开始我做哑巴 这总行了吧 五正青有些无奈的说 妈 我不是这个意思 这儿毕竟是我大姨姐家里 有些事还是要顾及下 五母冷亨一声说 我知道这是你大姨姐 家 所以这段时间 我什么都没说 要不是为了我的大孙女 我才不寄人篱下呢 你放心 也就剩十天 这十天我会好好伺候你西夫月子 等她出了月子 我立刻回西北去 说是伺候月子 其实她只负责看孩子以及洗尿布 吃的以及三押的衣服 都不用她管而小孩晚上又用纸尿裤 所以尿布其实也不多 五正青也没挽留 主要是年底五大哥会带的对象回家 这么大的喜事 五母肯定要回去的 妈 到时候拍张照片寄过来 让我看看嫂子长什么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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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牛 好 根本 好 主要 自己会 解释 我 太